旭都沉迷 今天主班單位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外教部還有各部位的長官貴賓 現場所有的青年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这边 共同一起参与 今年的青年海外度假打工宣导会的活动 今天外面的雨真的下的非常的大又打的 也看到大家竟然都一身失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的参与 那也希望说今天我们主办单位 这边安静心安排的一些活动内容 都能够让大家带一些实用的资讯回去 好那活动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邀请到我们今天的 外交部于江南办事处的 和陆正刚副处长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 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好 刚才的掌声谢谢你们 但是我想这个掌声要不要给各位自己呢 我们一起鼓掌好不好 我要讲的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为刚才我从嘉义来 一经文台南 一路上的 清闻大名 我在路上还担心 今天的出席里面有多多 结果在场一看 哇 完全非常有掌 要特别谢谢大家 所以刚才的掌声 是给大家自己的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非常荣幸啊 我们都代表我们外交部的理部长 我们同时也代表教育部 能够来参加这个 清明度假打工的这样的宣导会 那么在座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 关心海外清明打工度假的这个计划的 各位同学和好朋友 那么也特别要谢谢我们这个 青年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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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我们中央的情况总会的安排 那么今年是 应该是有去第三年 或者第二年 如果我记得过的话 连续两年 来规划这样的活动 那么重要的目的呢 是很希望 特别这样的活动啊 让我们 国内对于 海外清明打工的计划 有兴趣和年轻朋友们 来增加 了解 那么另外呢 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国家 在过去这个地方 发展过程中间 青年署啊 一直扮演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很坦白的 跟各位报告 现在 新年署有出国度假的机会 我自己在三十多年前 1979年和1981年 曾经到国外游戏 也曾经打工过 当时的环境不像现在 现在 青年状态 我们在海外的海拓天空 年轻朋友们很早就有机会 到国外去了解 这个世界 了解这个 整世界的发展 那么更不错的是 在1993年开始呢 外交部的第一次有机会 跟 武器兰 澳大利亚 签订了 青年网均特价的协定 之后呢 都会续续跟 十亿个国家 签订了 约四的协定 今年 跟这一样的法国 同时还有 捷克 所以一共有十五个人 过去这十多年来 青年网均特价 参与的年轻朋友 一共有超过二十万个人 一次 平均每一年 二万五千个人一次 到国外去 到各个不同的国家 去打工的过程中间 我相信有干有苦 所以今天特别安排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也邀请到过去在 台湾打工的这些文明众 他们的经验 借今天这样的活动呢 我们下的座谈 与研讨过 分享很多的经验 同时也透过 我们今天专门 文化交部来的服务 我们的同事 对我们的 合作部的行专业 行专门 还有工作会的 也过去 在军阴山内的公务 同事啊 和我们也是 林荆典科长 那么在座呢 还有我们 青年发生组的 同人们一起啊 来跟大家一起做 这方面的 一个计划的介绍 那么过程中间 最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座谈 还有了解 经验的交换 那么能够对青年打工计划 也有很清楚的概念 到国外去 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么自己的权益 要如何保护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预想 能够在出国工作这样的经验里面呢 能够获得人生 过程中间最珍重 最愉快的经验 那么今天呢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因为过去冷静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青年朋友们到海外去 平起来是度假 但是打工实际上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也介绍 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权益在里面 听起来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 经验应该是人好 因为说到大工之后 还有度假的经验 但是呢 我来讲 大工不是一件很轻松很快的事情 我跟大家多讲一点点 我在文学书的时候 我们的业务业务所 两个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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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跑去打工 在什么样的地方打工 这是铁工厂的地方 因为临时要去找 也找不到 所以铁工厂一小时多少钱呢 时机可以跌 五个小时三个半两天 每天工作的时间有多久呢 十个小时 我早上七点到工 然后下午五点钟 中间休息半小时 那么一点点下来 各位知道中间休息的时间 稍微有效 下午有效 中间休息的时间 各十分钟 这五个小时里面 除了十分钟休息之外 都要不停地在动 不停地在整动 而且其实非常好用体 脚上穿的是 每个支撑的 是做打工厅的安全性 那么一个礼拜是几个小时呢 五十五个小时 除了在铁工厂里面打工 零以外 晚上来到餐馆 所以 每一个礼拜平均下来 我记得不错的话 工作的时数大概是一百个小时 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百六十八个小时 把我睡了 帮忙休息 我们不该怎么会洗起衣服 因为这样的经验呢 对我日后 在整个工作阶层里面 整个工作的经验里面 是不一样的 来一些 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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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很辛苦 但是不是很好的经验 当然日来复材有其他一些 熟续 我去盗里面的时候 实际上带了三千美金 除了郊区费之外 还有一些生活费 两年下来 我回调到二千美金 身上还有三千美金 所以这份花到家里面的钱 只花了三千美金 是一个公教人的指令 家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财力 可以公教人 不然在文类数学上 轻松的 到客户去旅游 本来说现在 如果说有财力 在文类数学上 很很好 大多部分 家里面的财力 不能相当不错 可以在放假的时候 到这里 可以了解这些 但是呢 有当年 包括我自己 除了我自己之外 当年许多到国外 全面生的 同样的文学会 不见得有机会 尤其我们那时候 那些社会科学的 在讲述方面 几乎对于这些问题 对于整个过程 算是 如果允许我讲 好 算是想完辛苦 那现在呢 实在不同 团队不成 年轻人到国外 在文学的机会 当然还有很多 可是 也有很多年轻人 都有 把这样的机会 深造的机会 留在台湾 但是 出国的机会 好像增加了很多 所以我想说 今天打工的计划 是我们 行政院施政计划 里面 在民意调查里面 算是相当 受欢迎的地下政策 外交部 在这方面 有做很多的努力 我们总是希望 年轻人 在出国的 过程中间 我们都平天安安的出去 快快乐的出去 平天安安的回家 过去 这段时间 我们有经常 接到外産 住外的港顺 住外的 民众的单位 他们在回到 我们的那个过程中间 总是 三不五时的 要去处理 我们年轻人 打的意外事件 包括开车 包刀 受伤 很多的工程 会 您讲的 主要是有工作 而且到 国外打 民众群 到澳洲 类似真的大的 他做的工作 多半自分 体力 再加上 我们的环境 不是不随心 开车 习惯 别人的 他们是 用家 可能是走家 所以在安全方面 很难免的 有时候和大家 不一定特别的 互相 所以 我想 大家出门的时候 保持安全 利益 回到家里面 和大家一起 分享 该苦难 或者是愉快的经验 外町 在整个过程中 经历过往的经验 我们的理工区 也准备了很多资料 所以我想 在这边 我特别也 提醒大家 就是 到 打工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 也承诺了一些 文圈的整理 我们驻外管理处 紧急联络电话 通讯部 以及 我们出国旅行 安全 行动手段 都可以供大家参考 另外 我们也装置了 行动文案 以外的救助职 KDP 所以 希望大家 有机会 假设有兴趣 安靠好 出的感觉 我们的力量 鼓励 我们鼓励 最年轻的 帮大家 走出台湾 能够 把大家的 清延的形象 向海外 向国外的人 展示 但是 希望 大家能够 注意自己下 其事項 第一点 遵守 事前 能够多方的了解 注意自己的 安全 第二点 事前 能够多方的了解 推出国家的资料 可以 自己的总力 更多 一定有法理解 第三点 就是 出国前 记得到 外交部 也是 事实网站 或者出国 通 而且 最好是 能够多方的 安全 第四点 是 出家办公的期间 麻烦 大家 和自己的家人 住手机 亲戚朋友 保持 密切的东西 防占 领处 方便 社交媒 方便 透过 相信 大家 跟家人的联系 一定会封锻 但是很重要 就是让大家知道 家人的 互助 互助 自己的 互助 那么 我们在 未定的 也请大家 保持 保持 警觉 安全 特别 要注意到 希望 得到 原本 是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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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亲戚 朋友一起分享 在国外 或者说 碰到意外事件的话 麻烦 请问 我们的 自然三位 警戒 联系 最后 特别 要感谢大家 今天 在这样一个 新的大雨状况上 一起来 参与这样的活动 无助 对新的朋友 在 出手打工 人家 今天 可以自己人生做好 下一步 会完整 也好 在这边 再次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 主要单位 所以我们 相当的朋友 大家等一下 再会 做完会 能够 把今天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副處長 給我們帶來這麼多實用的資訊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邀請到同樣市民外交部 公眾外交協調會的 陳剛義副參選委部辦事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目前推動動家打工的一些資訊 還有一些比較注意的地方 來分享給大家 那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副處長 各位各部會的同僚人 還有各位同學 各位年輕的朋友 年輕夥伴 大家好 歡迎今天各位拔山涉水 來參加這場這個座談會 那現在由我代表 就是我們 政府各部會 來做一個 度假打工計畫的一個簡報 我們度假打工 最主要的這個目的是 要度假為主打工 其實 主要是要 就是希望說 國內的女性們 年輕人可以在海外 就有類似像這樣子的機會 來深度的體驗 異國的文化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新聞我相信你們在網路上 像 像各位青年們 這個 年輕人們 你們應該都看過這樣的新聞 那 今天 他沒有來 今天 沒有來 對 上一場還有來 那今天有幾位其他的那個 你們之前的前輩 也會來跟各位分享 他們的經驗 那 剛才那個主打工提到 總共有15國 那 法國就是今年簽 然後 捷克也是今年的生效 總共有15國 每一個國家 他其實度假打工的規定 都不同 取得簽證 以及你們去那邊 可以從事的內容 工作的內容 也都不同 所以說 我相信你們都是 跟Google的這個大神 就是都 關係都很好 你們在Google上面 可以很容易 看到你們的那個 目標的國家 他所需要的條件 那 我們外交部 跟這個 教育部 我們有把 各部會 有把這個 資訊提供給我們外交部 設立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上面 所有資訊 我相信各位也有看過 那 如果說各位需要 有什麼樣的資訊 請到這個網站 大概所有的資訊 我們提供的 政府提供 都在上面 我們這個 現在 現在有幾個主要的國家 像澳洲 像有西蘭 加拿大 英國 日本 我們的那個 代表處 大使館 上面的話 你們可以 如果你們去這幾個國家 都在老公的話 你們可以加入這個 FB的選組 那你可以收到 相關的訊息 那你們彼此之間 也可以在這個FB上面 交換訊息 那剛才處長有提到 就是有關於這個 打工的時候 如果遇到那些 不公平的待遇啊 對啊 你們應該要怎麼這樣子 來處理 那 這個 當然 你可以跟我們 翻訊息 那 在網路上 你可以先 先去Google一下 然後 或者說先上網 看一下這個網站 有關於 申訴的機制 那這個申訴的機制 你就可以事先 你可以看一下案例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到那個國家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那我們整個國家 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每年 大概兩萬多個 年輕人出去 度假打工 那大概兩萬個人 是集中在澳洲 所以說 以比例來講的話 那個分明最大 所以說 比例來講 澳洲是非常多的 這樣子的案例 這邊就是以澳洲 就是 為案例 來說明一下 整個 澳洲 如果遇到申訴的時候 他 會 你需要怎麼 跟你的雇主 去做教授 那這在網路上 各位 各位同學 或是年輕的朋友們 你們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們上網 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希望你們不要遇到 接著下來 這是我們 明度假打工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因為 在去年 2014年以前 每一年 大概會有十幾個年輕人 特別是澳洲 會因為車禍 而離開這個地球 那 最重要的 就是說 澳洲 特別是澳洲 因為我們 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可能在學校 一定能開車的經驗 然後 然後 第一次 就是拿到駕照之後 真正上路 是在澳洲 然後澳洲又是左駕 又跟我們的情形 完全 開車 習慣又完全相 相反 那澳洲有些國家也是這樣 像英國 只要是英國的體制 都是這樣子 有其他也是 那你抱著那些國家 因為國家都比我 通常都比我大 你不得不開車 除了日本 其實有些國家 那 像日本他 透過我們交換 碎市 就是非常方便 可是像如果是澳洲 西蘭 不得不 你還是要開車 開車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 請坐 十次車禍 十次快 然後再加上說 不要提到駕駛 它裡面 我們網站上有很多的資訊 你們可以先上去看一下 譬如說 這個租車的時候 不要去泰蘭的車子 買車的時候 不要去泰蘭的車子 因為澳洲 你可能吃一碗飯 你要開五百公里 跟台灣的狀況不一樣 不是說你從這裡 開到高雄去 或是從台南開到安平 台南市 不是那麼緊 那個觀念上是不一樣 所以你車子的狀況 如果你們要租車 要租好的車 安全器拿這些工作 謝謝 好 我們不斷地在強調 這是交通事故 因為出外的話 大家 就是家人 最希望的就是 兵兵的安排出門 快快樂樂出門 兵兵的安排回家 希望就是說 澳洲交通的案例 你可以看一下 這些案情 這個案子 其實前幾天 前三天又發生了一件 也是在澳洲 在坦北拉附近 也是這個樣子 駕駛 駕駛 駕駛是活著的 或是坐在車上的人 就是 這些 這些同學們 都 都離開了 那可能就會產生 法律責任的問題 可能這個 這個收窗的駕駛 他可能是後來留下來 可能 短期內會不會 好接著下來 我相信各位 年輕朋友們 你們關心的這個 有在關心新聞 和氣新聞 就是跟 我們台灣有關的和氣新聞 我們最常看到的 就是電信詐騙 半股 電信正義裡面 幾個都判死刑 還有 從事與簽證目的 不可信 那第一個就是 關於電信詐騙 因為台灣 現在年輕人 就是 經常 舉個例子 在國外收到電話 你在部下打工的時候 你可能你的朋友 就把你的電話給了一些 其他人 他們也班的集團 另外跟你說 有沒有那種 一天可以賺20萬 你要不要賺 你聽了以後 是不是會心動 但是你沒有想過 出了事情 以後的結果 有多遠走 你的家人 他們知道 知道你 就是 犯了這樣子的 行 的罪之後 他們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這個世界上 沒有不老而過的事情 那這個 那這個 跨國電信詐騙 這個千萬 各位 如果說 在國內也好 在國外也好 在國外也好 有這樣子的機會 有人打電話給你 對啊 你千萬要三十 千萬不要 他所產生的結果 會超出想像 那有一些人 現在在同大 有些人 很嚴重 會非常嚴重 那毒品也是一樣 有人通靈 請你 帶什麼東西 千萬不要 這個下去的話 有個國家要重罪 就是死刑 很多國家都不死刑 然後像新疆說 不要加倍性 如果不夠重的話 那沒辦法死刑 那很可怕 千萬不要 這個 這個 電信詐騙 就是前一陣子發生的 這個案例 我相信各位在網路上 都會看到這個情況 孕毒 他可以看 他是 各位 我幫你們看一下 就是 就是等於是 他在利用這種 求職廣告 或者 微信 或是一些 LINE 這些軟體 他就會傳一個訊息 告訴你 有多好他 那樣的事情 可是這個的後 是太嚴重 絕對超出你想像的嚴重 我在菲律賓 我帶過菲律賓 我處理過這種案子 就是說 我第一個 我先前進去的案子 我是在 我並不是前進去的 這個案子 太可怕了 就覺得 你一去 都沒有辦法回頭 你一輩子 都會帶來回憶劑 沒有人再會相信你 你的那個資料 都跟著你一輩子 千萬不要 簽證這個問題 最近我們 收到一些案例 你就是說 你進去 不再打工 結束之後 他可能時間忘記 他就 預期拘留 那就趕快去移民局 代表說聯繫 趕快去移民局 辦法這些簽證的手續 趕快移開 最好不要註記 你一旦被註記之後 你從事簽證目的 步伏或是預期拘留的話 你 你被註記了 你以後要進那個國家 就難 如果在美國 其實就不可能 那其他的各個國家 加拿大這些 也一樣是這樣子 你千萬不要從事 與簽證目的 步伏的行為 然後千萬不要 預期拘留 因為他只要幫你 註記下去之後 你以後要進去 本來你去度假打工 是未來 移民 或是你去那邊念書 的一個非常好的 你是比別人更優勢 可是因為你預期拘留 因為你從事 與簽證目的步伏的行為 那你們問說 什麼是 與簽證目的步伏的行為 像這一個案例 他就是說 他申請我去觀光 可是去那邊拍婚紗雜 可是 在紐西蘭 他可能拍婚紗雜 他就需要多多的簽證 你在那邊 就是收人家錢 譬如說 你接到台灣的外交 台灣的這些觀光客 你可能並沒有工作的執照 那些東西 你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許可 你跟這個部署之間 最好是有其餘 你用嘴巴想 你都 那個都是打黑工 那剛才提到交通安全 政府是希望 你能夠買出的這個 保險 那這個保險 他們有幫對方 就是一些保險公司 他們提供一些保險公司 希望說不要用它 但是在用到的時候 像 等一下會有一個案例 像這個案例 它總共花掉200元 台幣 沒有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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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是 大事人的家人 沒有負擔 在國外看醫生 不會像是在台灣 這麼便宜 你付個 五百五十塊錢的 這個報號費用 你甚至住院 費用開票費用 不用 各位 你們從離開台灣的國務門開始 就不要這麼想 然後歐洲 像澳洲 像美國 他們 你如果沒有保險的話 你所付出的那個代價 會超出你想像 真的 生個小孩都要上法案 你只要保護的話 都要上法案在美國 對 跟各位所想像的 就是不大一樣 你看他這個在頂著 就220元 還運回來 所以說 你們如果說出國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你們都能夠夠決 是夠了吧 好險 然後這種黑工 就同我剛剛講的 就是 只要人跟你講說 多好的 我跟你講了多少錢 對 然後沒有 沒有契約 沒有照他們當一國的 這個法律的契約 用錢 簽約 這個就是黑工 你們沒有契約 那這些資訊在網站上面 然後這些案例 你們可以上網去看 然後像澳洲 那麼大的這個 兩萬個學生在那邊 兩萬年輕人在那邊 他們自己有自己網路 自己有自己的這個FB 你們都可以上網去看 把事情搞清楚 那這個是我們國內的這種 就是 有人做仲介 你要看看這家公司 是不是 合法 你可以到這個 這個 勞務部 他們有提供這個資訊 去看看 去查查看 你們打工權宜受損之後 如果跟我剛剛跟你們講的 就是跟各位所講的 你們這些包包持發薪資啊 你們可以透過工會啊等等 你們要加入工會啊 這些在每一個國家 他有不同的規定 你們到當地國 你們最好就是到薪水 你看這個案例的話 就是小指跟手掌被切斷 可是他因為他有投靠 投 他是有契約的 所以說他 澳洲有一個叫做 Walk Up 這樣子的一個機構 他可以去幫你看 要你的這種醫療備員 所以你要他可以工 如果他不是參加這個的話 他不是正式的工作的話 他可能要自己不幹這個錢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案例 這個所謂的 B星的剝削 那依於澳洲的這個基本投資 NAS 他就違法 那你就必須要申訴 那申訴 你可以得到 賠償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剛剛出來提的 就是智慧型手機的APP 我們外交部 你最好就是如果登錄 你登錄完之後 我們外交部 有什麼樣緊急的訊息 譬如哪個國家爆發 枝卡病毒 哪個地方抵震 你那個T8 如果說有什麼樣的消息 他們有長連 或是他們當地有 舉辦什麼樣的活動 就會傳給你 其他注意事項 就是不規法 不預期停留 不酒駕 不超速 不從事危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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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澳洲 為什麼你比較容易受傷 因為澳洲是荒郊野 叫我們住台北市 叫我們住台南市 你要爬山 你要攀岩 可能要開車攀岩 開到中央山脈 你才有機會 但在澳洲不是啊 你家隔壁 你就可以攀岩 可能是附近就可以 那就會經常發生這樣子 意外 然後不收賴路不明的包裹 無藥 就是職場安全 交通法規 構築意外保險 出國登陸 跟家人保持聯繫 好 以上 跟各位做報告 那這張圖 是我2005年 在紐約 派出在紐約的時候 畫了 那這張圖 後來有很多人拿去用 各種不同用 那 這個故事是我小時候 就是 我在念直小 我不是我念過高中職校專門大學研究所 有一個理由 我相信各位都比我興趣很多 我念到將近快30歲的大學第一人 我是德國士 就是 所謂現在 蔡總統 很多人說 所指示 就是希望 先去工作一下 再回來念研究所 類似這樣的概念 我高中是被退學的 那我後來念的是職業學校 我念的是廣告 我念過我們也廣告 後來就叫政大 去念語 然後 一路守信念完 這個國際戰略 那 我們的職校的老師 跟我講 就是我那時候去問他說 老師我要不要離開家 我是佳穎 啊 我相信你在座各位 你也有佳穎 佳穎去什麼 呃 其實我在大學以前去台北 我們去了三次 出國的時候沒有機會 那各位的話 你們出過國的舉手 你看大多數人都出過國 對吧 我在你們這個年期的時候 是沒有機會出國的 那各位一定要 要記得 我在機場的這個 住家大公司說明會裡面 我曾經看到有那個媽媽 爸爸帶著小孩子來 那小孩也很容易做筆記 我覺得很感動 那各位其實可以做在這麼好的這種環境 其實是要感謝我們的上兩代的爸爸媽媽 以及我們的爺爺奶奶這一代的 這兩代的你們的奮鬥 對啊 我們臺灣累積了4300多年 外國村民是全世界第一 曾經是全世界第一 那才有辦法建這麼好的學校 那各位成長的環境 你們才有辦法這樣住 在你們這個年紀 你就可以出去度假打工 我們政府強大到人家 可以給我們100多個家間 這種免簽證 這個你們真的是要感謝 對啊 帶著感恩氣 就是努力挪出去 就跟我們那個老師跟我講 你要離開嘉義 你甚至要離開台灣 你在嘉義可能是一條大雨 不過193公分 我是以前 正大籃球校會的中風 對啊 我如果留在嘉義 那一個的確是一條大雨 但是 我們老師還是說 你要游出去 看看這個世界 等有一天 你回到這個 回到這個 台灣來的時候 你才會長夠大 我游了70幾個國家 從阿爾卑斯山 一直到非洲的那個地獄門 就是在甘比亞 就是在甘比亞 就是陳水北 陳前總統 出去甘比亞訪問 就是那個地獄門 那個所有的黑人在那邊 幾十萬的黑人 從那個港口一個門出去 當努力 沒有一個人回來 你走過那個門的時候 你就覺得陰風 陣陣的 對啊 你可以看一遍這個世界 那你們再過來的 相信坐在這邊的 如果你們未來就是會跨出這個步 你們會游向太平洋 會游向全世界 那當你們游回來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能夠成長 外面的生活 我會很辛苦 非常辛苦 我出過阿拉伯的皇宮 我也在皇宮裡面 因為同事把門關起來了 所以我睡在大廳的桌上 睡了一躲在門被鑰匙 拿一個保育龍擺蓋的肚子 也有這樣子的意思 可是你會體會了一些 人間的能亂 也被搶破了 那這些經驗 在未來就會幫助 就是 你是你故事中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要怎麼寫你這樣的故事 你自己的故事 你就自己 必須要很用心的 一個字一個字的去寫 然後 你們去到每一個國家 看看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產業鏈 非常完整 我們現在在哪個新南向政策 還是說 我們未來台商 你們都是為了台商 你們所做的生意 不大可能跟台灣 但單止跟台灣 那你們 你們看看 就是說在那個國家裡面 有什麼可以帶回台灣 有什麼可以從台灣帶回去 你們未來可能 就是有做過的東西 你們如果可以把錢 就一定帶回來 那我給我 非常開心 對啊 或是太空轉 那我們這邊能做 我們台灣有做的這些東西 譬如說我們的Live 我們Live 這些 能夠帶出去 什麼東西像 像漁業 養殖漁業 或是你們所學的 你們可以帶出去 都可以帶回來 你們都要好好 好好 去想一想 去看一看 每天 然後各位 從離開國門開始 你們就是代表台灣 不管你是在什麼樣的職業 或是說你沒有職業 那時候去居駕 你做什麼 人家就認可說你是台灣 你是台灣 所以 無論如何 你們都 我也相信你們都會做的 就像這條大魚一樣 當然有一天 很多會來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一定長得到像這條 這個魚 有沒有知道的事情 這個是揍頭巾 會跳 我祝福你們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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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能夠 能夠 借著台灣的力量 來幫你們 成長大 真的大的力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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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呢 又邀請到 六位有到國外度假打工的 今天朋友們 今天親身在這邊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他們在 國外度假打工的生活 還有一些經驗 以及注意的事項 那首先呢 我們要歡迎的是 陳明凱 陳先生 他跟我們分享他在澳洲的生活 請大家來掌聲 歡迎明凱 大家好我是陳明凱 那 我在 之前去了澳洲工作的一年 然後回來後 我就做了一個 工具書 叫澳洲台灣文化神經 這也是我會在這邊的原因 然後後來 因為我在澳洲有存到一些錢 然後 因為書的關係 所以 我 用這些錢呢 然後就往去英國念研究所 所以英國的事情大概也都了解 所以 但是我今天主要是要講澳洲 但是等一下如果你有英國問題 我覺得你也可以問我這樣 好那 大家會來這一個 分享會 因為時間很短 只有十二分鐘 所以要講得很快 因為你會來這邊 你一定是想要出去 然後對這些事情 你有一些想法 就讓你想要知道更多 所以你會來 那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 請 為什麼要 好 這個 大家有看過 就是現在還多了 那個英國 像澳洲跟其他的國家 比起來 他的好處是 第一個他可以 兩年 就是 你有兩年 大概只有英國跟澳洲 那另外一個 他的薪資還是比較高 即便是現在好像 跟沒有以前那麼好 但是他學生率比較高 而且如果你們 有心要再經典出去的話 你還有機會 因為之後會有那個 稅 稅務的問題 他們會收那個 背包困的稅 那 現在還沒有 所以你現在去的話 還有一些好康 澳洲 在台灣的正南邊 大概像我們 像澳洲的西澳 大概在台灣正南邊 那 所以跟我們時差 其實像西澳這邊 有時差的 然後東邊的話 大概一個小時吧 那 可是他是跟我們南北半球相反 所以會有一些女生 去那邊會有那個 月經思考的問題 對 那 大概 不管你要做什麼 其實大概就是要先做準備 那 這些準備的東西 你在網路上其實都可以找得到 而且會有一些前輩的分享 那我只做了一些大概的說明 你其實 如果你今天 沒有參加這個分享會 或是你什麼資料都沒有準備 你準備這四個東西就好了 第一個 簽證機票 這個在網路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教學 把這兩個東西搞定 其實你大半是你都做完了 那接下來那個錢 還有剛剛那個說 談到保險 真的非常重要 保險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我真的遇到很多出意外的人 有保險差非常多 真的一定要保險 那錢的話呢 你去想一想 大概要帶 我自己的建議 你如果可以提到十萬的話 最好你帶十萬出去 那我那個時候 傻傻的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跑去了 那我只帶了四萬塊 我就還可以活下來 我就覺得很恐怖 現在回想起來 真是一把冷汗 但是那個 你沒有辦法說 你要去想 如果你去到當地 你在一個月內 你沒有辦法找到工作 但是你一定會受到 你可能有慫恿 找出去去投 然後你就花掉一些錢 你要想 你要活一個月的錢 如果你要在一個月內 找到工作 你需要多少錢 你要去想這件事情 還有 你要有一張機票 可以飛回來 什麼都躲 至少你要有錢可以飛回來 那另外就是行李 然後移入電器這個東西 這個其實也是一些 小小朋友 比如說像什麼 你要去知道的東西 非常多啦 比如說像什麼那個 電器 電壓的問題 他們的插頭都很不一樣 那或者是像 我們現在是夏天 可是他們那邊是冬天 這樣之類的事情 那 還有你需要背大背包 還是你脫行李箱 像我那個時候 一開始去的時候 是脫行李箱 這看個人啊 我現在會覺得 搭配包比較好 那 像我那個時候 脫行李箱 是我阿公送我那個行李箱 然後我脫到那個 新加坡是結局的 還在那邊 差不多想再買一個 這樣 那還有一個工具 是短期計畫 我當初去了澳洲的時候 其實 我沒有做太多的計畫 我只知道說 我要去西澳 這是我第一個點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機票比較便宜 很廣廣廣 然後 可是你做了一個計畫 雖然到時候 不見得按照你的計畫 這樣走 可是你有做一些計畫 你的心理就很低 至少你知道說 你去到那邊 你不會慌亂 計畫很簡單 你只要做 最簡單的開頭 你怎麼樣 去到機場 怎麼樣推到 比如說我在新加坡轉機 你怎麼會到新加坡 你要睡哪裡 然後你要幾點接 接到那邊 去到那裡 大概 如果你做連假航空的話 大概是半夜幾點 你要怎麼樣 去到你的旅社 有沒有人來接你 如果你要聯絡別人 你會不會有利弊 因為你一定沒有手機 那你要 那你要怎麼聯絡到 你能夠聯絡的人 你把這些細節都想過一次 以後 你的心情就會比較安定 那 接下來到當地之後呢 這其實很多的 你如果有 我去的幾個都 大概都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齁 那其實差不多是這樣 比如說 你一定要辦了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手機門號 因為這很重要 你的手機門號 你可以聯絡很多事情 那 第二個是你要去申請 像澳洲他們需要一個稅號 就是用來報稅跟工作使用的 然後還有銀行的開戶 在銀行的開戶 在銀行的開戶 有很多美感 比如說有的有不收帳管的費 像最近還有一個那個ING的 他還有那個 就是 好像一半的庫頭還在回饋 都還沒有 那 像這些 它是屬於比較細節的 但是你的那個架構有了之後 你再去把每一項細節填滿 你慢慢就會覺得比較安心這樣 那 欸 對不起 還有那個建議大家 那個 日常貨物那個不用 那是人類的本能 你有錢 你就會買東西 然後你那個 去到那邊從你一開始 只會煮泡麵 但後面就變食神 真的很厲害 那像住宿安排 非常推薦大家 一開始去的時候 就去住那個 台灣人最多的貝殼 為什麼 大家說去外國 就是要跟外國人聊天 為什麼要去住有台灣人的地方 因為你在 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你可以很快速的得到很多訊息 訊息 訊息這種東西是 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的東西 那很多的 會有人說 台灣會欺負台灣人 可是因為你去那邊 會遇到一些人 他在那待久 他擁有你多的訊息 所以他可能會騙你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你都可以 事先做好功課 你會減低你被騙 或是遇到 那麻煩事情的 那個機會這樣 那你去住 那個台灣人 很多的貝殼 像我也有那種 遇到就是剛來 然後 他真的就剛來 然後 剛好誰誰誰 他離開了 然後有工作的缺 然後第一次要找到工作 我就想掐死他 就是這樣子 這是 這是 這個的好處 那你累積了一段 生活的經驗 然後大概知道說 這國家他的一些情況之後 你要去旅行 或是你要換到下一個地點 你都會比較安心 這是大概跟大家講的 那其他像 等一下會有另外兩位朋友 跟我分享 一個是要分享 關於工作上的一些 你可能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 積極性工作 等一下 那我就先跳過了 那 另外還有語言學校的部分 我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 你如果可以的話 在台灣就把英文學好 你沒開急 你沒有那個 代辦想要罵我的 你等一下罵我 那個 因為你去到那邊 語言學校可以交給朋友 但是其實花蠻多錢的 如果你可以的話 再考考那件事情搞定 那 比較多的 如果你要去語言學校的話 推薦你去那個不理事本 因為他們那邊的學校比較多 那 那 那後面的部分 剩下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去旅行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你會去想 你 會去比較 像我是台南人 然後我去台北工作 以後 我就知道 台南跟台北的差別 那是你在 你待在一個地方 你會發現的 你去到國外 你會發現 台灣跟澳洲的差別 是哪裡 是什麼 台灣跟歐洲的差別是什麼 你會發現呢 其實很多是思維導致的 那 不見得哪有比較好 不見得哪有比較不好 但是你從這些比較 你就知道 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或是你可以 對這個國家做些什麼事情 你可以 帶一些什麼東西 對這個國家 以後有什麼幫助 那個思維是非常好玩的過程 那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看一下 這個這個好 像這個 我覺得這個 我有一個學弟 他是社會系的 然後他說他們的老師 就非常鼓勵他們去 然後度假 他說 因為啊 你在讀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是 知識而已 可是你去到那邊的時候 你是底層的人 就算你是台大一樣 你是清大一樣 可是你的語言就是不利啊 你的簽證 讓你沒有辦法 去得到一些很好的工作 你可能做就是勞力工作 那你就是社會底層的人啊 因為你 你連你自己要 你想要生氣都講不出 你都沒辦法好好的抱怨這樣 可是在那樣的過程 你可以體會到 原來 生活是這個樣子的 可能跟你以前 XX的時候 這個有當兵 比較能夠理解 可是可能 不是大家都有機會去當兵 就是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可是 在那過程中 比如說原來是 還有這麼多的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那因為我們現在有限 等一下我們有QA的時間 那留意什麼問題 澳洲跟英國 都可以問我 好 那我們把時間 還給他 好 好 我們的掌聲 謝謝你們 還有分享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同樣是要跟我們分享澳洲的 盧彥竹 盧小姐 請大家掌聲歡迎彥竹 好 我們再給彥竹一個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叫Hannah 然後我今天也是要講澳洲 就是最多人想去 然後最容易去 但去了以後都不知道自己要幹嘛的地方 那我這次會大概去講解一下關於 餐飲業的部分的季節性工作 因為我主要都大家都南澳 然後跟雪山 所以我會去強調關於咖啡產業 如果你是有興趣做咖啡產業 酒吧業 飯店業跟季節性工作的話 這是我這次會講的重點 然後澳洲就非常的大 大家都知道 他大概是打過這樣的國家裡面 出去像加拿大以外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國家 那他的差異性就會變成說 因為他很大 所以他勞動力就會比較不平均 然後會缺乏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季節上面的差異性 那這些差異性都可能是你屬於 背包客可以去應用的優勢 那我就直接跳到度假打工的部分 因為walking holiday 他就是希望你要度假你要打工 所以怎麼去度假跟怎麼樣工作 其實他是會有一個相組相成的效果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要去度假打工 你先想好一件事情 你打算怎麼玩 你想要定年的玩 你想要補盤奧玩 這會影響到你可能適合做的工作類型 那如果你是想要定年的玩的話 就會分成你想要玩各大城市 你想要玩郊區 還是你是想要玩黃澳 那黃澳就會有適合黃澳的移動性工作 這是比較少人會去分享到的部分 好 那我就針對城市跟移動性工作的部分 就是大家這邊看到的 城市跟移動性的工作 我會針對這兩塊先去講 那城市的話呢 我先講最下面 其實城市裡面有一個很好的工作類型 就是賭場 賭場的意思不是說叫你去玩賭啦 但是主要是因為賭場 它是24小時的工作性質 什麼工作都有 無論是美食街啦 或是服飾產業啦 或是很多種不同的服飾業 或是就算很基層裡面的清少人員 他都會有一定的工作能力的要求 而且你必須要至少你要會有一種兩種以上的語言能力 就是你只會中火 或許對他們來說都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因為它是24小時的工作性質 待業班 是你唯一可以跟學生競爭的方式 對 就算年齡的內容很好 但是因為你可以做的時間就是比較彈性 所以其實賭場的工作 是蠻多人可以在城市裡面去做選擇的 那另外一個的話 很多人想去度假打工 其實都會在 你要出去前的半年或一年 你就會在想一件事 那其實這一年來 會是你非常好的機會去培養一個能力 因為你可能會想要找一個 比較兼職短期的工作 那什麼樣的工作可以協助你出去度假打工的時候 造成你的優勢 其實你可以去看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這幾個圖吧 我只是簡單舉個例子 這三個產業應該在全球都有各大門市 然後這全球賣的東西沒有不一樣 他唯一的差別只是在台灣 他用中文點餐 他在各個國家不同的語言點餐 當你在要出去前的一年 你去做到像類似這樣子的兼職工作以後 到當地的第一份工作你要去找 其實不可能 因為你唯一差異性你都會做啊 你只是語言沒有那麼流利 那同樣一個語言沒有那麼流利的人 你有做過這份工作 老闆要不要用你 他會用你的 但如果用過做過第一份這樣的工作 你要去找下一份 會容易非常的多 然後我這次就是放在去講關於咖啡師跟酒吧工作 那我先講RSA 就是右手邊這邊 酒吧的工作在澳洲當地呢 你需要有一張執照 就叫RSA 他其實只要上網考一考就可以用 那只要有賣酒精飲料的店家 他就需要有這樣子的執照 才能在這邊做升級工作 這是你事前再投入 力前就可以先做好的準備 那也不困難 就是上網 他就有點像的考工比你到了 我老實說 你就是看完一些規章 然後就是直接填答案 就這樣 就過了 然後你只要有這張執照以後 就可以去申請酒吧類型的工作 那左邊的話 巴里斯坦 他本身就是一個咖啡師的職業 因為澳洲 他其實是一個咖啡國度 那蠻多人 會很嚮往在那裡 可以做到咖啡店這個工作 會覺得好像很瘋狂啊 那他本身就會有一個要求 就是這張證照 那這張證照呢 他也不難考 你只要花錢花時間 上完 然後他會給你一些咖啡概論 然後上完以後 其實就有那張證照了 但是這張證照對你來說 有沒有幫助 其實不一定 因為這一個工作 本身要求的是經歷 如果這間店要的是你的咖啡師的經歷 你有沒有證照 大家來說一點用也沒有 因為你不會 你沒有速度 但是如果這間店 並不要求 你有經歷這件事 你有沒有這張證照 他也不介意 因為他也不一定要你很會 對 所以其實 這兩個的差別就是 這張你不一定要考 這張如果你想做這類型的工作 你就一定要去做 那他會有什麼樣的優勢在 就變成說像 Balisa的部分 你真的沒有經驗的話 會盡量先從美食接 只要他有附屬上 附屬提供一些他類飲品的 或是快速的外帶吧 他對於你的技術要求其實就沒有很高 那你會很容易先學到最基礎的工作類型 之後你在進入比較專業的咖啡棒的時候 就會找機會 這是這個產業我們特別分享的部分 然後移動性工作啊 剛剛有提到一個 如果你想航澳 有一個 有一個很好的工作類型 叫做Ruio Show 就右上角那一個 Ruio Show是比較少人知道 可是他可以帶著你邊玩邊工作的一個 嗯 欸 應該算遊樂園 Ruio Show其實他在澳洲 本身有分西澳跟東南澳的兩大公司 那他就是一個移動性的遊樂園 那他會在每個各大城市停留 10到15天就看大手 那他等於說他會希望他的團隊 每到一個城市的時候就幫他們開始擺攤 擺一些遊樂器材 然後他們就是等於這幾天就會在那個城市裡面 那除了擺攤以外 其實他們也會留下幾天的時間 讓所有工作團隊都可以在那個城市玩 這就是所謂真的 你可以邊跟著工作團隊邊玩的一個工作類型 那這個工作他本身早上午茶 看你的目標的程式是在西澳還是東澳 你就可以直接進入他的工作團隊 因為他們的工作團在裡面 就是都會有人離開 就是都會有人加入 那他就是一個對你來說 會非常寒性的工作類型 然後又可以給你穩定的薪水 所以這個是蠻多人會去選擇的方式 那如果有興趣很澳的朋友 可以先參考這塊 然後下面的季節性工作啊 是我這次也要分享一個重點 那季節性工作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有淡忘記的工作 那什麼叫有淡忘記我舉個例子 肯定就是一個屬於有淡忘記的地方 他就是暑假可能五月到九月 他就會非常忙碌 那除了五月到九月以外的時間 他其實就是一般基層的 平常的居民去做最低的勞動人口而已 那他只要在旺季的時候 他就是很需要多餘的勞動人口去負擔 可能吸引到的這些官方客 那我就大概抓住可能澳洲本身 各個月份會有工作類型 其實就分 國外部就分成夏季、冬季跟春秋季的工作 那我主要會分享在夏季跟冬季的部分 因為我就是夏季在塔斯 冬季在雪山 季跟季中間我都在城市裡面做了咖啡室的工作這樣 然後我這部分先講冬季 雪山的話我待的地方是在坎培拉 就是墨本的市民之間的坎培拉 靠山區的雪山 那個山叫水坡 那雪山的話的好處是飯店本身 什麼工作包裹的觀像 我可能早上六點做早餐做到九點 九點到九點半吃員工早餐 九點半就housekeeping 然後做到下午三點去接咖啡室 然後三點到五點做完咖啡室 接晚餐 你可能可以工作十二個小時 可是你不累為什麼 因為你三個小時三個小時 在做不一樣的事情 你會很快樂 然後你就算沒有這樣子排 你在搬那搬路面空搬 就是很滑雪的時間 因為你從雪場走 你從飯店組出去就是雪山 所以其實要蠻多人喜歡做雪山 他也會稱他我夢幻工作的願意 然後我分享一下拉斯蒂的一些照片這樣子 然後就簡單的就是很基本的氣文 大概就是這樣很舒服 如果你喜歡冷天的人 就是下雪的時候 然後晚上也會有燕華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大家就特技之類的 這個就飯店造出去就長這樣 雪山就這麼近 然後季節性工作下一個我會分享的是塔斯 塔斯呢他就有點像肯丁的狀態 他就是夏季的時候才會有遊客 因為他冬季 他尾度大概跟紐西蘭差不多 就他冬季其實蠻冷的 沒有什麼人會在那邊玩 然後塔斯本身呢 因為他 他比台灣打一倍 可是他人口只有五十幾萬人 所以其實他幾乎都是退休人士住在那邊 但是當旺季的時候真的太多的遊客 遊客會到上百萬 所以其實他很需要有人在旺季的時候 去應付當地的一些 勞工力缺乏的顧客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如果夏天有興趣 想要玩那個小島的話 可以直接到那邊找工作 非常有趣 好那我分享一下塔斯那裡 嗯 一個農 他是一個官方農場 那我實在可以罷免農 就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是一個非常lovely的小店 你知道嗎 然後裡面就賣一些手動巧克力啊 然後甜點啊 就是都我們自己做 對 就是做像這些東西 非常好吃 然後我是那個小鎮唯一的華人 所以就大概去了一個禮拜以後 就是整個小鎮沒有人不認識我 對 就看你如果真的想念英文 就可以把自己丟到這種環境裡面 很快 好 然後我們當時也有像 農場裡面沒果下去釀酒 然後做妝品啊這樣子 然後我主要都是服務一些中國的遊客 就是因為當地沒有華人 那他們很多大廠商的旅遊客都是華人 然後導遊其實都不會照顧他們 那其實變成我在店裡面的角色就很重要 所以之後老闆就突然覺得台灣人很好用 好 然後職券哪裡找 就我大概分享幾個 我真的比較建議大家不要太依賴中文的網站 因為他會提供你方便的資訊 他就一定有利可圖 他才會提供你一些方便的資訊 所以如果可以 你知道一些可能性跟一些不同思維 然後你用這個方式去找你的優勢 去找適合你的工作其實會更適合這樣子 然後左邊兩個都app 然後這就是 我覺得度假打工就大概game year 那就是去探索 然後去覺得你去發掘去做一些 你可能在台灣不會想做跟不能做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一年或兩年都會給你 帶來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回來以後你可能就會更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 那就是祝大家都會有一些很美好的一年或兩年 謝謝你們度假打工 謝謝 謝謝 謝謝跟昨天來的分享 好那接下來我們同樣也要歡迎 是在澳洲度假打工的廖跟寶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經驗以及生活 你倆一個掌聲歡迎 各位站在台北朋友還有外交部各部會長官 大家好 我是去年從澳洲打工度假會來的朋友 像我爸爸就可以了 今天要分享我的澳洲故事 那首先我覺得你們真的很幸福 因為我當初我在2013年出發去澳洲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宣導會 然後那時候我並沒有太多知識 所以我就是我也沒有做太多的準備 所以我就一出門就啊 就是遇到狀況那個人 希望我的故事會對你們有幫助 而一開始呢 我在網路上就隨便找一份工作 然後他說他是白工的工作 我就想說可以找到白工我就可以做了 結果假的 而眼睛業障重我就被騙 對 他根本就不是白工 但是我一開始不知道 對 OK 然後就是在維多利亞洲第二大農場的 啊 維多利亞洲的第二大農場工作 那農場非常的大 是我們工作的狀況 但是我就是用iphone全景螢幕去拍 拉過完 這太大 那規模大小有多大呢 我舉例一下 大概是全台灣機場的家庭 都沒有這個農場大 所以他真的真的很大 那他也不是澳洲第一大的農場 OK 這就是農場的工作 有一天 反正我就做了 我就很拼 我大概一周 大概八十個小時 都是這樣做 因為我在台灣 好像也是這樣 所以我當初沒有太大的疑慮 OK 有一天 我就突然看到報紙說 欸我們農場上報 公民那種好作 什麼使用背包外流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欸很好奇 欸我們農場現在投用背包外流 到底是誰啊 這樣 怎麼找不到 OK 好 為什麼會上報呢 因為我們之前 在這裡面 有一個被剝削的女生 就是她覺得工作狀況好像不合理 是黑龍 她就去報了當地的勞工局 好 這是我親手從 北歐克當地勞工局拿到卡片 她那時候就跟我說 欸你工作上有什麼狀況找我 我會幫你處理 我現在要調查 這樣子 聽說你這裡有很多黑龍 然後你的你的基本公司 要高於多少多少 我忘記了 然後就是一步很照的樣子 但是雖然她很照 可是我中介在旁邊盯著我 我不敢講實話 對 所以就是有難處啦這樣子 OK 我先介紹一下這個 北歐克勞工局 那主要她的工作性質 沒關係 她分調查 你遞交文件 她會做一個很官方 很正式的調查 會調查很清清楚楚 他們也有選進入場 然後再來說第二樣 就是說她會做調解 對她們來講 對她們來講 調解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雇主欠你欠薪100萬 因為可能打黑工 實際上她要給你可能是多少金額 可是她少給 所以她欠100萬 可是在這個調解中 雇主只願意給你20萬 那這樣子 Failwork會問你 你要不要接受 她會 coken你 就是 接受 這樣子 要不然就是會比較難看 因為她是不想要上和氣 就是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不願意 不調解 那你要上法院 那Failwork好的 Embudsman好的 你如果調查員好的 他會提供一些法 法律的相關知識 比如說法復合資源 甚至有一些好的Failwork Enforcement 他會協助你寫書狀 讓你去上法院 這法院的細節就 就不用再多談 如果你們之後有興趣 可以再來問我這樣子 OK 總之那時候我沒有做那麼深 我當時英文也沒有很好 這是我們澳洲 農產工作狀況 我最高的一天做22小時 OK 然後 對 然後我就是 我去了當地的教會 因為我覺得農產工作很有壓力 OK 我就認識了一些人 然後他們就是協助我 然後就是 但是他們當初沒有找肥沃們 他們的方式是說 因為我們農產很多人 他們是說有主公會 然後認識人 剛好是在公會工作 這樣子 然後 這邊我就跟你們分享 你們如果要申請澳洲打工商簽證 你們記得 你們最少會有 每週報稅薪資單 還有 基本工資的保障 然後 額外薪資所得的9.5% 退休金 這是你們應該要有的 比如說我這週工作薪資是1000 那我會有額外95% 不是從我薪水扣 額外95% 95塊錢 說錯 95塊錢的退休金 到退休金帳戶 OK 那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正值 還有兼職 澳洲有三種工作型態 正值 還有兼職 再來第三個是所謂 派遣人員 蔣正值 最頂級的公司 從7.7月1號開始是17.7 週薪最少38小時 那它會保障你最少38小時的工作 OK 那超過40小時會有加班費 那什麼加班費 國經假日上班 加班費 OK 有薪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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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是趴下的部分 公讀 公讀 公讀生 你最低基本工資 17.7 那你每週最少會簽訂12小時的 合約 合約 不可以低於12小時 然後你跟這個 雇主簽訂 比如說你跟雇主簽 今天是15個小時的每週公司合約 它最少就要保障你15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那超過15個小時 開始都算加班費 然後價錢上班有加班費 OK 額外你如果想要知道 這個還只是全國最低的基本工資規範 還不是很完整 就是因為每個產業都還有它的另外的 細項規範 OK 那Casio的部分 兼職最低基本工資 22.13 怎麼算 就是17.7 再加上額外25%的薪資 就是你的Casio的薪水 OK 那無固定時數 沒有上市加班費 沒有下市加班費 因為它就是派成人員 叫你來就來 叫你走就走 所以背包客 差不多80%以上的 使用這個 這個薪資 OK 那時候我總之 我就知道我的基本工資多少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好那我們來組工會 NUW工會的方式 我們去組 然後去看看 因為你組工會 在澳洲你就合法罷工權 跟合法協商權 好 但是當初背包客 這些港台 跟我們一起在公廠工作 背包客 他就是一開始就是 他不懂工會是什麼 然後加上我們又要付會費 因為照流程中 要付會費 所以他們一開始不願意 所以背包客一開始就是零零散散 然後我們工會有多次入場 因為我們工會有 合法可以入場的許可 這樣子 也是因為註冊在勞工局底下 所以都可以進去 那老闆一直不妥協 因為他就覺得 他就是老大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戰役蠻 拖蠻長的 我們也是快沒 沒有什麼力的 後來我們就是決定說 跟澳洲最大的電視台 ABC 電視台和派一個破壞 這是我們工會 那時候 2015年5月6號的時候 5月6號的時候 這個影片 你們要查 你們可以上YouTube查 Slayman Away 但是不建議各位去看 因為是比較包含了各種 比如說被剝去的狀況 背包客在澳洲被性侵 性騷擾 或是工傷狀況 被 就是 沒有被處理的很好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比較算是負面的影片 那你們不用擔心啊 因為這影片已經播了 那播了之後呢 我覺得是很親信跟你說 因為有這影片 所以現在狀況比較少了 也白根也比較多了 那受傷的 背包客 Test數也沒有以前那麼多 因為大家 不管是政府 也是有注意到這些問題 這樣子 然後這個新聞 這新聞在台灣有多 這是我們當時代仲介 就這樣走了 所以我們在農場 就轉白宮 因為仲介走了 所以全部的背包客 都直接對到老闆 我們都領合法的公司 他退休息 這樣 OK 所以就這樣 滿開心的 因為有這個新聞 Stay這個位 OK 然後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你如果非我 可能就是要 比較自視的 中文的 英文的神志書 都是英文的 這樣 然後調查員會做 到場的一次性調查 多半他們是做個案處理 會比較快 然後會 不是說妥協 雇主的提議 因為他們做條件 就是這樣 他會說總金額是多少 然後就是先跟雇主說 你們意願要 賠償那種金額 這樣 如果不願意 這個人可能會告你 這樣子 然後看雇主就是說 他經濟狀況怎麼樣 然後調解失敗的 可能就要自己去找法律律師 去上訴 這樣子 然後當然律師費用 會 會 會蠻多的 50到3000元 那如果是工會的方法 你就加入會員 然後工會就會 私底下組織工會 然後會集結所有的背包客 然後我們會用集體協商機制 然後因為集體嘛 你量多 所以就比較深爽 好 那工會也會有 專門的勞基法 專門勞基法律師 可以他的諮詢 當然是講英文的 所以131450的這個 翻譯電話就是 比較重要 你們可能要注意 還有場外的媒體資源 就像我們那時候 就是發了一篇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影片這樣子 但是你就要繳會費 11.7 當然說 不是只有我們工會要繳會費 是全澳洲 全台灣 全世界 美國歐洲 每個工會都是要繳會費 因為工會算是非力組織 他必須要 會員提供會費 才能提供他基本的營運 那澳洲比較好的地方就是說 工會的會費 是跟工作用品一樣 可以折抵稅 在你會計年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報稅 然後我們工會 提供的是還有職業傷害的 你陪上訴 就是你有加入 我們就會請律師 幫你去做職業傷害的主力 所以欠欣 還有比較多 像我們當初 我進去工會 去當志工 會有很多講中文的 台灣志工去協助你 那我們會有一些 合法的工作的地址 我們願意提供 都沒辦法去面試試試看 但是說 我們不是仲介 我們沒有透過你拿仲介費 所以我們只能那裡試 我們不能卡位 就是分享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 額外分享說 每個產業 在澳洲 他除了最低基本工資 規範 他每個產業 他還有更高的基本工資 每個產業不一樣 不像台灣只有一個 那就是說 大家上勞工局網站 Failwork 這邊有list of award 好我們舉例一個 就是肌肉場 的額外 2010年 他那時候訂了 肌肉場 2011年就訂了 最低基本工資 最低的Level 1 是17.87 儘管你現在 基本工資 17.7 你做肌肉場 還是最少要17.87 不然 故事就違法了 OK 這額外 然後就是工會 就是我們的律師協助背包客 最大協助 當然說我們的 等一下問題中 你們資訊我們工會的Facebook 那你們看 我們最近也有持續的 在澳洲協助很多背包客 處理他的問題 這樣 然後就是我當時 因為我了解工會 有力量 那我也學習了 我加入了NUW 我去 透過勞工局的一個考試 拿到入場的規定 就是說我代表工會 就可以進入這個場 代表背包客 跟他們諮詢 這樣子 這個是 政府的一個 算是力量 還算不錯 對工會的一個 影響力 這樣 那時候我到 博士區 有一個背包客 跟我說他們那邊的肌肉場 是只有給背包客15塊的錢 所以是黑工 然後我就是用工會力量 我就遞這個證 經歷這個工廠 我花了很久很久 差不多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去跟很多 因為這裡面有無私集合 港台背包客做肌肉場 跟他們講什麼是白工 然後我們來組工會 就是在爭取 齁 不過他們也算是還蠻團結的 就是全部都有加入 這樣子 我們就遞 我們就 我們就遞這個 我們會議名單給這個僱主說 如果你現在不妥協 就是要讓他們轉白工 我們就像處理 comino這樣 處理你們 就處理上一個 那個 我的農場一樣 那僱主就說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他就妥協了 他一樣就是直接對這個 背包客 那背包客又轉了白工 然後爾外又加 9.5% 特休息 而且這僱主還願意 償還之前背包客的欠薪 就是黑工的 極欠的薪損這樣 所以算是一個大勝利 ok ok 然後這是 額外就是我們工會 就是 如果我們這裡有一個網站 是我們工會跟澳洲Paywork 也有做一個協議 就是一起合作的一個網站 你們可以在澳洲你們的工作 把你們的薪資丟進去 那會算出你的薪資 是不是合法 然後如果被寄欠 被寄欠多少 然後我們就是看看 後面有什麼資源 可以來協助你們 ok 然後現在拿出你們手機 就是說 來掃描一下 這是我們工會的Facebook 然後就是 透過我分享的故事 就是讓你知道說 我們在澳洲 就是 有 除了澳洲的勞工局 我們外交部的 租澳協助 還有工會的方式 也可以讓你們在澳洲 有一個比較平淡的旅程 然後我額外再分享 就是 有關稅禮這邊 我們澳洲 也有 團結了很多一些 當地的一些 聯盟組織團體 甚至一些法國的機構 我們都有寫信 去 向政府投出說 不要支持這個 32.5% 這個高的稅率 也不要 因為可能會帶動一些 黑工的市場 增進 那我們工會的立場 是覺得說 是覺得說還蠻看好說 政府可能會取消 取消這個稅率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抱著 那種 就是比較悲觀的 就是態度這樣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 努力加油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好 精采的分享 那接下來下一位 我們要邀請的是 高雀琳 找起來跟我們分享 她到加拿大 度假打工的一些 生活點滴與體驗 那下一位 請大家熱帶一掌聲 歡迎崔英 大家好 首先要先謝謝那個 教育部跟外交部的邀請 就是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幸運 今年辦了六場 然後還有外加那個 教育部辦的一些博覽會 好像總共還有三場 然後但是今年這一場 其實最後一場的分享會 所以你們真的還蠻幸運 雖然風大雨大 但是今天真的還不錯 而且今天來的分享的 國家很多個 總共有四個國家可以分享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 我是山佐 然後2009年到2011年 我去了澳洲 去了快兩年 然後在2011年 接著又去了加拿大 然後我很幸運的就是 我去了15個國家裡面 最大的兩個國家 就是面積最大的兩個國家 打工總共加起來 大概很多 行天準備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 大家每次都在講的 保險 拜託大家一定要保險 而且現在保險的資訊 真的很豐富 像外交部的網站 還有一些有專業可以去參考 再來就是自己的藥 一定要帶 因為你出國沒有那麼方便 所以就是要把你的藥都備遲 再來就是 登陸會有獎品的出國登陸 每次出國就是可以登陸一下 他們好像固定會抽 雖然我們抽老國 再來打工 就是要加拿大打工 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申請那個 social insurance card 就是所謂的澳洲獎的稅號 這個是很重要 到當地第一個 最先要處理就是 把簽證處理好之後 就是處理這個 再來呢 因為我們拿的是合法簽證 像在澳洲跟加拿大一樣 我們拿的都是合法的簽證 所以不要想著 就是配用著中文打著黑工 因為那個 對大家真的不是太有保障 而且薪水真的很低 然後薪水福利還有權利 這些一定要在簽 簽人約的時候 看清楚獎人法 所以一定要有所謂的書面上的簽訂協議 這個對大家是有好處的 之後對於之後 如果有到上勞安或是公安的意外的話 對大家是非常有保障 再來 數數一樣 還是我勸大家一定要簽合約 然後 因為 每個全世界其實都一樣 一定會有好人 一定會有壞人 你如果運氣好 遇到好人 OK 但是遇到壞人 你沒有簽訂合約 就是你吃 就是你吃虧了 再來 那這個最常大家要問的問題就是 工作哪裡找 工作薪水有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cover我 接下來在國外一年或是兩年 甚至三年的時間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其實如果你正真找 或是 你運氣好碰對 碰對好的老闆 其實都是有可以cover過一切的 但是 首要條件就是 你不能像 這塊一樣太揮霍 你賺再多錢都不夠你揮霍 現在目前 因為我自己待過的 雅伯達城跟第四省 今年的 那個 最低的薪資有調整 然後這個薪資的話 跟BOB在澳洲的一樣 就是他各種產業 有各種產業的最低薪資 然後這個只是我列出來 最基本最基本的那個薪資 要說消費來說的話 這個是時薪嘛 如果消費你到外面 以無德法來說 現在吃一碗麵 你到了像Foodcore那種地方 一碗麵大概十塊到十五塊左右 然後現在還會約在二十四五六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自己煮真的比較方便 還有很多人問我 去到國外需要準備什麼 拜託 先準備一下自己的廚藝 好好養活自己 就是你可以到外面 一些吃的回來煮 之前有小朋友跟我說 外國沒有泡麵嗎 有 但是你希望你天天都吃泡麵嗎 有一年的時間 你不希望你每天都吃泡麵嗎 消費 消費的話 如果你只要進餐廳 歐美都要有所謂的小費 或是消費稅要另加 所以到時候你可能比較難適應的 就是菜單上獲取十塊 但是你當你要付費的時候 卻是十五塊 甚至到二十塊也不一定 再來這餐廳小費 然後交通的話 澳洲來說就是發生最多意外就是澳洲 因為他們的方向都不一樣 但是加拿大的話方向是跟台灣一樣 而且現在有八個 基本是八個省份 可以免試換照 所以在台灣你要準備好你的駕照 然後甚至要有所謂 甚至好像還有記得要一份 就是一份證明文件 就是你在台灣好像沒有不良的 台車紀錄 或是造勢紀錄 這個文件的話 你一定要備陀 到當地換的話 真的很方便 再來租車一樣 就是你有國際駕照 國際駕照可以帶著 因為你一開始 剛開始去的話 它有效期限大概是三個月左右 但是我建議還是要到現場去換那個照 就是當地的駕照會比較方便 而且有它的保險 因為跟租車有關係 租車如果你發生意外的話 好像國際駕照 超過三個月 有一些保險是不理會的 再來 就是前面講完 比較嚴肅的 也比較正經的東西 再來就是我要介紹一下加拿大 像這個的話是 在那個時候 我去的那一點 剛好遇到卡加利最大的牛仔姐 Stanby 一百週年的紀念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盛大很盛大的遊行 這個是在我待的小鎮是Benz Benz那邊 他有一個國慶日的時候 他也是有一個還蠻大的遊行 就是還蠻有趣 再來 還有另外一個我要介紹 就是 除了時速交換以外 就是所謂我們之前講的Woofing 還有這個就是couch serving 所謂的沙發衝浪 你如果上網去註冊的話 你就可以到陌生人家裡 你跟他寫Email 跟他講說 我是不是有那個機會可以去住你們家 然後 因為是免費 可是其實這個安全的話 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去 那時候我們在沃泰宏 住了就是這幾位小朋友的家 他們是大學生 然後他們自己住房子在外面 我們就跟他們借助了兩個 想說 因為我們要有所回饋 所以我們就叫他們包水餃 煮雙辣湯 再來 這個是我待的小鎮Benz Benz 是我待的大概 快五個月的一個小鎮 我在那邊工作 我做了餐廳 還有housekeeping 都有 但當然 當地有很多工作 對 還有很多人問我說 當地有什麼工作可以找 禮品店 禮品店的話 就是旺季的時候 會有所謂禮品店 然後冬季的時候會有滑雪 所以會有那種滑雪 度假販店 會有很多缺工人 然後找工作最大的訣竅 就是隨著季節找 旺季的時候找 你會比較容易找得到 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挫折感 然後當地被俘有很多 像這種漸行活動 夏天的話 我們就是去漸行爬山 還有划船啊 差不多就 就是到處去看看熊啊 看看路啊 看看台灣看不到的人生動物這樣 冬天的話就是可以滑雪 然後這個是我待的哥華的時候 是遇到農曆的中國新年 所以他們當地有蠻多像這樣 就是有一陣子我覺得還 還蠻熱鬧 比台灣有一些地方都還來的熱鬧 再來這個要介紹就是 像我當初工作晚結束的時候 我就開始旅遊 旅遊的時候 我是從西邊 從這樣到西邊 然後搭火車 搭三天三夜的臥鋪到 加拿大東邊 所以這個也是還蠻值得推薦 就是加拿大的火鐵 比亞 他會有一些特價的行程 像這樣的行程 當初三天三夜包吃包住包穗 然後還可以洗澡 可以看電影 他上面還有一些活動 都在火車上 這只花了大概五千多塊台幣 所以這個還蠻值得可以推薦 除了遊輪之旅以外 我覺得我還蠻推薦這個行程 再來最重要 加拿大看一下極光 所以我的極光是在阿斯加看的 但是在加拿大也很多地方 是可以隨處可以看到極光 然後看極光真的很冷 如果你真的很怕冷的話 請你到當地 一些比較遇寒的衣物 但因為台灣我覺得 遇寒的衣物可能 對於怕冷的我們來說 並不是那麼的足夠 所以你到當地可以買一些 真的很遇寒的外套戴著 當然隨便都是零下二三十度的溫度 我覺得可能也很受不了 所以這個遇寒的衣物一定要戴齊 最重要這個 這個也是在BAMP拍的 這個是我們爬大概兩千公尺左右 山上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色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戶外的景色 我建議你可以到BAMP 或是甚至在內陸一點的地方看看 然後最重要就是 呃像大家講的 快快樂樂樂的出門 但是要平平安安回家 但當然也要快快樂樂的出門 就是平平安安回家 所以就是 呃以我 如果度假打工快個三年的經驗的話 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一條路 然後請大家在外面一定隨時要跟家裡保持聯繫 不要就是出去像不見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要請大家好好的享受 甚至兩年三年四年我們的度假生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分享 好那接下來下一位呢 我們要請到的是 張維哲先生 來跟我們分享他到愛爾蘭度假打工的生活 以及經驗點力 請大家快點掌聲歡迎 大家好 那 我是張維哲 那我要分享的是 愛爾蘭打工度假 那為什麼會選擇愛爾蘭 因為我覺得 那時候我覺得 愛爾蘭 澳洲那時候 還滿很多我身邊的朋友都去澳洲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想要去澳洲 而且我也想去歐洲 可以順便去北歐啊旅行之類的 那之後也 然後因為我也想要定英文 所以 英國跟愛爾蘭是歐洲 是英語系的國家 那 英國那時候 因為我還在退伍 因為我還在當兵 所以我沒有辦法申請 因為他需要有退伍令 那所以我就選擇愛爾蘭 那時候申請也就少了 那時候因為愛爾蘭才剛開始而已 對 那出國前準備就是 你要先找好你自己想要的國家 那外交互網 網站上面都有顯示說 現在有哪些國家可以 可以去打工度假 那你就先找好之後 就可以開始準備去上網找資源 那我愛爾蘭的話 嗯 臉書上有 愛爾蘭打工度假分享區 這網站裡面的打工區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可以 可以去搜尋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社團裡面搜尋說 你想要找什麼 比如說住宿啊 或者是找 一些卡號 具有證之類的 去整個去申請 都可以找得到 嗯 對 再來 那你覺得該不該找代辦呢 第一個不用 因為 申請簽證 其實只要上外交部網站去下載一些資料 準備好 然後寄出去審核就好了 那愛爾蘭的話 是還要到他們的當地的網站上去 去下載一些文件下來寫 那其實那個也都很簡單 然後 如果你真的不會的話 其實 就是 剛剛那個分享區域的網站上面也是有 然後你也可以找 對 那 再來如果你真的很懶惰的話 你就可以 你也是可以請代辦 因為代辦行得蠻好用 他們就是可以把你把機票 甚至可以把你把機票住宿工作 要什麼雜項 甚至什麼PPS 甚至GIV卡都辦好 對 那我自己是建議不要 因為我覺得愛爾蘭已經算是一個很好很好申請的國家 那其實你自己省錢還可以賺幾天 不然你之後旅行也是有點 可能你也會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還是自己辦過比較好 再來 該帶什麼 就是出國前你該帶什麼文件的話 呃 必要的文件就是像護照啊 光潛資料 財力證明這些我都買的 那我愛爾也是這樣 對 那還有拿公物價簽證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是 呃 我還有準備退我命的餘粉啊 還有兩名證 還有什麼 還有國際駕照 那國際駕照的話 如果你也會租車 你台灣原本那張駕照也要攜帶 那 呃 因為當初我是在當兵的時候成型 然後我後來退我之後 我的護照有改 有換了一本新的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的 我的那個拿公物價的DISA上面是有 是我舊護照的護照號 所以我兩本護照都有帶出去 那以上這些文件最好都是 一定的兩份帶出去 就是以被固執之需 對 那還再來是你的CV Carverator的旅立表 建議我會覺得說 在台灣你可以先 事先準備好 反正你在台灣找工作 有時候可能也會需要用到 你的旅立表 所以準備一下也是不妨 那 你可以行 可能可以行你的 音幕比較好的朋友 幫你修 修一下 那到了艾亞之後 呃 你的一切都安定好了 像住宿啊 然後變化啊 那些的都OK了 那就可以把它填上去 到時候再去引進就好 再來就是 日用品 我是覺得不用帶太多 因為 其實 呃 在艾爾蘭裡面有個叫做Pettys這個 這個 賣衣服的地方 那它其實有很多 很多東西 呃 很多很便宜的衣服啊 或者是日用品可以賣 你其實都可以在那邊買就好 那還有再來就是 如果你行李箱子有空間的話 你可以帶一些你可能會懷念的台灣的食物過去 那當然雖然當地的亞洲 亞洲市超市都有得買啊 只是說可能價位比較高一點 呃 那其實在艾爾蘭 呃 有一個連出色盤叫做艾爾蘭工作假期物資交易抵胎 它這邊有很多就是可能 準備要離胎了 準備打工結束 一定要結束的那些前輩 他們可能會把自己的東西出清 然後就便宜賣 甚至是直接用贈送的 都可以在這個色盤裡面找得到 那再來就是有關保險的話 一般的女品賢一般只有180天 那可以就是 我有認識就是保險業的朋友 那他說可以其實可以選擇 海外文學方案的去做保險的動作 那因為像我那時候是保一般就是 算是意外賢跟醫療賢 然後他像我那時候是7月保 可是我出國的時候是9月30 那出國之後 因為我只有一年 所以到合年7月30 我就已經沒有這個保約 但是我就可以 就是在國外就繼續續繳 就有續約的動作 所以其實這樣也是ok的 但然後那個保單也要跟保險公司 拿一份英文版的去做使用 因為可能到國外他們也會看 再來就是艾爾蘭也有分黑工 也有分白工 那黑工的話就是 對方可能沒有跟你拿稅號 稅號就是在艾爾蘭 就是一個叫做PPSN number 這就是稅號 然後還有他可能連你的居留證 這個GNIV卡都沒有看的 他就直接讓你來上班 然後時期很低 然後他就是直接給你現金 這種的 那白工的話就是基本時薪 那有幫你報稅 也有享有一些勞工的保障 那薪水是直接匯入到你的銀行 那有些工作 老闆跟你拿稅號 然後也看了你的GNIV卡 但是他工作時速多 然後週休一日這樣 那他是黑工嗎 這其實也有點模糊 因為像大部分在艾爾蘭鄉下的中餐館 會有很多這種現象 那他們就是會提供你住宿伙司 然後他們也確實真的有跟你拿那些卡號 去報稅幹嘛的 那就是這種工作 也是會有一點保障 可是就是要不要做就看你對了 對 那就是華人工 華人工其實不代表是黑工 因為有些華人工他們也是真的是 震撼金銀的 對 所以好 那找工作的話 有這個Job IE Job IE其實就有點像是台灣的104 然後還有剛剛那個澳洲那邊 有一個叫Yindeed Yindeed也有那個艾爾蘭的可以找 然後再來這個0086論壇 是一個華人論壇 那他 他裡面有很多工作啊 然後找房子啊 或者是二手拍賣的事情 找旅辦也有 對 但是這個 這一定都是華人工啦 就不用講 對 然後 艾爾蘭工作文章 其實這裏有一篇 可以看 到時候可以跟我要這個PPT 然後就可以 你可以點那個網址進去看 對 再來交通資訊的話 因為艾爾蘭是 以前是英國同志 那當然所以他們是 算就是 駕駛者 在右邊 右加左駛這樣 所以你到了那邊 你要記得過馬路的時候 你要先看右邊 就是先看左邊 然後 到了那邊旅行的 我自己覺得旅行的話 自行拍車會比較方便 因為艾爾蘭 雖然 他利沒有說多大 但是他的大眾運輸 是有點沒有那麼方便 那自己駕車的話 自己要習慣一下 那租車的話也要真的要 要 就是該保的保險 你還是要保 對 然後這邊有一篇 我朋友寫了一些租車文章 到時候也可以看 再來公車 公車的話 你會贏著市區 公車很發達 但是費用會比較高一點 那你區別的程式 你也可以考慮搭巴士 然後搭客運 客運大概有的是 CityLink CityLink 然後還有 GoBus 然後還有Bus Area 這三個 大概就是這三個 比較大的客運公司 他可以幫你 去 帶你去很多地方 那其實你用Googleman 規劃好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會推薦你去 搭哪一個客運啊 然後就可以直接買掉 再來 火車的話有分輕軌 跟 火車的話有分 就是大 就是愛然的火車 然後輕軌 是路的死 路的死只有在客運裡面 才有的 那 火車的話 其實他的火車系統 沒有很發達 因為像他 南北向的 在杜國裡的話 南北向就是要在這個 Canada Station 這邊搭 那如果你要搭 西南向的話 你是要在 Houston Station 這邊搭 所以其實他也是 有點麻煩 對 再來 其實你要怎麼搭火車 怎麼搭路的死 怎麼搭客運 Googleman不用再教你 Googleman蠻好用的 就是他 那在你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你也是可以先下載好 那個明顯地圖 然後你之後就可以 就可以看說 你要怎麼走 但是沒有網路就是 沒有辦法規劃路線 所以你要懂得 怎麼去看地圖 對 再來就是 這是路維的悠遊卡 叫做LIPPAR 然後他有分 學生卡 跟一般的 成人卡 跟小孩子的 那學生卡 你必須要有在 愛爾蘭當地的學校的 註冊單 那比如說像我 之前有在語言學校念 所以我有語言學校有註冊單 那個也可以申請 然後 一般如果你都沒有念的話 那你就是 去便利草商 就可以買到這個 這個 一版的LIPPAR 就是這一張 那他是押金5歐 然後你之後 不想說你可以再退 這樣 那如果要 更了解LIPPAR的話 這邊是有 有一個文章可以看 那如果你要去加紙的時候 你就是 加紙的英文是 他就跟他說 I want to talk about why you g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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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看你要加多少 然後 生活資訊的話 租屋的話 這邊有一個 這個 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 FVP排 是 住在都國裡面 都有 大家 不管外國人 華人都會在裡面 然後分享他 他要找房客 或是找房子 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我們 台灣人 比較居多的一個 租屋區 也可以在裡面找 那不然就是一個 愛爾蘭的 591 就是 愛爾蘭的591 租屋房 就是叫做 DEV81 就可以在這裡面找到 你要的房子 那 愛爾蘭電信有分 Tree 然後 Vodafone Tesco 或者是這個 一般 我是用這個 這個Stream 然後他 他比較方便 那時候比較方便是因為 他有 就是月餃20歐 然後你就可以網路知道 一般來說你在愛爾蘭 不太會打電話 然後反正是用網路 跟家裡聯絡的話 也都是用網路 就是用賣啊 講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是選擇這個 可是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這個方案 可能要再看一下 那愛爾蘭有很多便宜的超市 像是這個Zido 然後還有這個Albi 然後這兩個就是 不定時 不是不定時 每天都會有一些特價的水果 或是蔬菜 然後你可能那一種就是 特別都是吃這些蔬菜 他都會變啊 所以其實愛爾蘭這兩間超市還蠻方便 那Tesco的話 是有一些餅乾 很便宜的餅乾零食可以買 那 然後Dow的話 其實在Tesco買比較便宜 那 Donald Store是比較多一些 比較奢華的食品可以吃 可以去買 這樣子 好 那 愛爾蘭 對我時間有限 我就可能先看 然後 因為我旅行的話 我後來還有去 我有去蠻多國家 然後我主公是北歐 那等一下如果有問題的話 還是可以問我 那我就大概講到這裡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這位外青年朋友呢 他要跟我們分享 RODD的獨家打工生活 我們掌聲歡迎胡佳俊 佳俊 大家好 我是今年中 剛從奧地利回來的佳俊 那我是去年底 因為奧地利是去年初才開放 那我是大概年中的時候就過去 那我一月結束簽證 那我大概四五月回到台灣 因為我後面 還有我的 繼續我的行程 我的行程是 從奧地利一路往東走 就是經過亞洲 然後回到台灣來這樣子 就是經過還蠻多地方的 但這不在今天的旁方 所以 我是今年中 今年初才結束 所以我帶回來的資訊 應該算是還蠻一首的 那 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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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餐飲業的 那我也是做西餐 我為什麼選擇奧利一來就是 他在歐洲的中央位置 你要去哪裡都非常方便 這我等一下還會再講一下 那第二點是我就是還蠻想去歐洲學學看真正的 歐洲的食物料理 那我自己有準備一些作品一些CV 寄到奧利的餐廳 但是他們看到我這裏應該還蠻喜歡的 那他們也願意顧我 但是就是看到我就是在那面試之後 看到那個面談 看到我前整支offer我到一月 他就說對不起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後來我的話我是有先找到一份 中...中...就是... 呃...對不起 大陸人的中餐廳 但是後來也是 原本是談定好是白宮 就是正常宮 但是...跟老闆也是 稍微有點爭執後來 事實上我做的是黑宮 然後我做了 他快一個月到一個月就離開 後來我就做旅館 那這是...就是其他的... 呃...東西 那奧利關於奧利各要知道他是講德文 所以... 這個月可能會怕說... 奧利... 對...我不會抖了怎麼辦 那個人啊... 出發前我只會... 我只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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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講詳號跟... 乾杯 然後我就出發了 對...就是... 其實不用怕... 基本上歐洲他們的英文程度都比... 普遍比亞洲來的好 你用英文基本上沒有問題 然後... 因為時間有限 其他很多或其他東西 我先...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 大支撐奧利的位置圖 他是在於中歐的位置 就像我剛剛講到 他... 到哪裡也非常方便 再加上歐洲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點是 他可以買到一個瘋狂便宜的機票 有時候你從家裡 從你家住的地方到機場 都比你的機票 對 這是真的 這沒有在... 這沒有在賭爛你 這是我看過 但我當時沒有買啊 當時我來科羅西亞 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工作 然後我就去科羅西亞玩 然後我看到一張機票 我從科羅西亞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科羅西亞在哪 反正那是一個 就是義大利旁邊 在南歐的一個地方 非常漂亮 對 然後他飛去倫敦 只要八歐 大概台地300塊錢不到 那非常的... 就想罵髒爆臉這樣子 那這是維尼納 因為我本身就是在維尼納戴比較久 因為半斤首都 大家對他應該比陌生 就是音樂之都 非常漂亮 真的 這是非常漂亮 然後 剛剛講的比較嚴肅的話 你現在就是分享一下 比較開心的一面 只是 那你在這邊你永遠不會覺得無聊 每一天都有各個大大小小的展場 音樂會 音樂會 歌劇 巴巴巴巴 就是你 基本上你不會覺得 在維尼納你不會覺得無聊 就是每天也會有那種 meeting 什麼的 含 然後 啤酒以水 是真的 對我 特很開心 然後 就業的話 各位要知道 現在你們如果今天申請 walking visa 這是walking other visa 他們給你的 是一個叫walking visa 對不起 叫visa type b 就是 abcd 他代表只是你可以拘留 180天 但是這一張紙 他不代表你可以工作 如果你需要 你想要在 阿尼工作的話 你要去他們的工作局 這個叫ams的東西 去申請 他的 工作證明 他會秀照片給各位 那文件的部分 主要就是ams的 跟你的住宿證明 這是比較基本的 關於申請這張 就是 這張的 這是你的簽證的話 那網路上基本上都還有一些 比我講的還要清楚的 就是像 那個 財力證明啊 機票啊 包包包什麼的 網路上應該都超不到 那 方 就是 對不起 黑白公 就是各位這張助理 就像剛剛長官也有提過 黑白公 白黑公 就是 當然好找 但是真的就是沒有保障 你沒有保險 所以你哪天出了什麼意外 就是 對不起請 自己 注意 那我個人的話 我是 好死不死 我出發前 有看牙醫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看到 反正我就是 後來後期的時候年底 有去做更換治療 我在 奧地溫 將近 然後三四百塊歐元 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然後後來我就是 沒辦法因為牙齒非常痛 我就是查一下資料 就到隔壁匈牙利去 大概四個小時 價錢十分之一 對 那就是 各位就是 但是 還是一筆開銷啊 如果對於各位是 尤其是帶著有限的金額 在歐洲這種地方 生存的話 其實那還是以海銷這樣子 所以 黑工跟保險 就是 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個就是 有點像 台灣健保卡 有點類似 這個就是你白工的證明 如果你有拿到這張 恭喜你 因為他都是白工 那這個的話 就是 他 我就是 我朋友 因為我本身沒有用這張卡 去看過醫生 我朋友說 他 卡帽 看 基本上他自己 好像付 二十幾塊而已 原本要一百多塊 就是其實 他就是從你的金水裡面 已經扣了 類似保險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AMS的申請 申請書跟 拿到的表格 就是他字德文啦 就是 各位可能他們帶懂 我也 我也是經過 對不起 我也是經過我朋友 就是稍微幫我懷疑之後 確認他是真正的 工作的 許可 那 關於生活 就是講話比較沈重的話題 我們來就是討論一下 歐洲那邊的生活 歐洲 各位都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 就是 他非常豐富的歷史 就是 你 主要講起來先講一下交通好了 如果你在 歐洲 基本上各大城市都一樣 他在市區內的交通 都不平 像維尼納的 例子來講好了 他單程 2.2歐 大概八十塊錢的台幣 單程 月票 五十塊錢 大概 將近兩千塊錢 所以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那 但是 要特別一點 是他跟台北 就是台灣不一樣 他是採信 就是基本上歐洲都是採信任制 什麼叫信任制 就是你買了票 但是不會有雜口 他有 只有一個 沒有人看守的打卡機 類似打卡機的東西 就是要進去打 就確定你近戰的時間 那 但是他不會有雜口 表示 不會有的查票 這不是每天 就是都有的查票 但是你一旦被查到 不好意思 三百塊錢以上 就是所以說 各位還是 我就遇過有背貓客 因為我 後來在旅館工作 會遇到一些背貓客 支持的分享 然後我一再跟他們講 要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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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 對 他是不是就被抓了 就是還蠻 那我個人在為他 都是有買票 那我後來有買了一台腳踏車了 因為 在歐洲騎腳踏車真的很方便 天氣又舒服 然後 就是 而且也便宜了 那邊 還有一點就是 歐洲他們二手市場 非常的風險 就是你可以在二手市場 挖到非常多的房 就是 背包太重 不然我會敗很多東西 那這次的部分我 去年是八月去的 所以表示我是在學期開始前 那其實我為什麼選這個時間 一來 學期開始前 我可以找到很多 學生打工 二來就是 你可以找到 去那邊讀書的人的 那種 sharehouse 像我在衛納市區 租的話 一個月大約 就找那種sharehouse 就是 你一個房間 然後公用會跟客廳 他大概300到400塊錢 在衛納市區 然後衛納市區 他的 交通都非常方便 有公 有公車 有捷運 所以基本上 就是走路不會超過 20分鐘 那休閒的部分 就是真的就是 天天狂 就是 他們的啤酒叫做 一開麵包 然後 真的是 就是 很特別 就是完全不一樣 那飲食的部分 歐洲他們就是 基本上就是冷食 那如果各位吃不習慣的話 亞洲超市 也非常的多 基本上 如果各位 吃不習慣的話 那邊都有賣泡麵 都有賣米 那如果各位想要交朋友 非常簡單 就是 自己帶一罐 或者是 買 一罐醬油 這罐外都非常喜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如果你炒 就算炒跟洋蔥 想說炒蛋 家裡醬油 他們就超矮了 那這次 最著名的 一道菜 洗淨醋 就是他非常大 他比你臉還大 但是 老實講 真的不好吃 就是 台灣的東西 真的很好吃 那 那 最後我還是想跟各位 就是 提醒一下 就是 各位要 就是先了解到 自己 為什麼要 就是 Working hard 無論是 放鬆 工作上有 遇到挫折 症子那樣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放 就是 真的只是想要去 度假 的話 我是覺得可以 稍微考慮一下 就是 用 一般的 簽證 去那邊取留 就可以 因為我們 台灣的話 爬路道真的很強 在那邊可以 就是 90天 然後 歐洲基本上都不用 代留的政見 那 歐洲 他的短生的 就位狀況 跟澳洲不太一樣 在你去到一個地方之前 你都要先了解到 他們的 產業結構 就是這些的 他不像澳洲 他是以 可能 第一級產業為主 他們第一級產業用 但是都在 比較 向下地方 向下地方 可能 英文就沒有那麼的 通行 那 當然還是有可能 像我有朋友 就是真的在 農場 就是 生活這樣 六個月 他過得很開心的 所以 如果只是想要 是 真的只是想要 Relax 的話 其實 也不用那麼辛苦 去申請 這一堆東西 就是搞得 大家都累 就是要想清楚 自己 要的是什麼 然後時間也差不多 謝謝大家 好謝謝家具 謝謝 好我們是不是 再給以上 另外青年朋友 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讓大家 精彩的分享 謝謝 好那待會呢 我們會先 中場休息15分鐘 那這些青年朋友 待會都會 陪我們 留到活動的最後 所以待會大家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找時間 跟他們做個交流 那剛剛大家進場的時候 看到外面 我們今天有邀請 一些攤位 一些相關的攤位來 那待會大家利用這個休息的時間 可以到外面做個交流 以及我們今天有準備一些小點心 要給大家做個享用 好那我們就待會先休息15分鐘 那待會再請回到我們的活動現場 謝謝 好那歡迎大家再陸回到我們的活動的現場 那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我們邀請到 兩位駐華代表呢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目前國家的一些度假打工的資訊 那首先我們要歡迎的是 哈薩波蘭貿易班師處的 B333行政財務長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Александra 我工作在河州的博物業 在河州的博物業 我來為你提供一些關於河州的博物 我來為你提供你 來為我來自香港的博物業 所以 你知不知道河州的博物業 你知不知道河州的博物業 Poland is just in the middle of Europe, you see this country in the middle here. We are pa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 NA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ur capital is Warsaw.We are quite a big country as for Europe and our population is about 38.5 million people. So, as you can se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Europe and we are pa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means actually that if you come to Poland, you can travel across all over Europe. So, if you get a visa to Poland, you can go as well to Italy, to Germany, to France or anywhere you like actually. What else about Poland?We have our own flag, it's white and red. We have our own emblem with the eagle on the red flag background. We have our own currency, it's Polish water. So, if you are in Poland, you will need to pay in Polish water. In our currency, it's not Euro. And we have as well our own language. So, is there anyone who has ever heard how Polish actually sounds? So, I can see that not really. So, maybe, first I will tell you that our language is, so you can see here alphabet and we have special signs that are only in Polish language. These are both blue ones, for example, O, C, L, W, U, Z, Z. So, those are our special signs. And there is one very difficult sentence, actually, tongue twister, that it's also difficult for us, for Polish to say. So, I will read it to you, so you will know how Polish sounds. and this is Yes, so now, I have a special reward for someone, so it's a surprise. For someone who will be able to repeat that after me. So, this is a reward. So, is there anyone great enough to try to speak after me this once again? Yes, yes, great. Have you ever been to Poland? No. No, so, so you will try, yes? Yes. So, should I speak first? Oh, so say it again. Oka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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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So, first. So, first,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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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s Worth Okay. So Such words Very Like Si Is Should Should Just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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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是的,在國際上 在國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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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你已經成功了 你已經成功了 所以這會有些東西給你 謝謝你非常非常 你的國際上是完美 你一定會成功了 你一定會成功了 但是你會成功了 所以你會成功了很困難 所以這也是很困難 也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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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然 人們也講英文 所以如果 你到國際上 你會不會有問題 在英文 或是訓練 別人 我們有我們的 我們在國際上 都可以看到 你可以說 Polese 你可以說英文 那些最大的 都在國際上 所以 是蘇州 是 是 倫斯堡 我們有 倫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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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 和其他人 回家 最大的 倫斯堡 是 瓶斯堡 是 這裏 這裏 最大 麻雅 是 如果 你來得知 這是 我們有 就是 Biołobieża Forest You know in the old times the forest was all across Europe and this old primeval forest is still in Poland only in Poland so only in Poland this primeval forest stayed and you can go and see it so the plant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Poland than here so you will see that and also we have Biołobieżka Soak Mine so this is the oldest active Soak Mine in the whole world and if you go deep under the ground you can go over to the cinema you can go over to restaurants you can go over also to some health resort when if you have an allergy you can sleep at work and we have Polish food as well so we have special Polish food that maybe it's not available here so we have Polish different kinds of Polish cheeses, breads, sausages we have also honey that we can bring so meat so different kind of drinkable honey and we have over 20 kinds of apples we have different berries, chorries, different fruits and so we have something that you call here like siaolongbao so it's a bit different but it's kind of similar so you could shred it and it's different so this is called Polish pierogi polish dumplings yeah so we have lots of different things in Poland we have those who are just basic facts about this and now I will maybe present you more about the program so what to do to get this program so actually what is this program? this program started for Taiwan and Poland in December 2014 so almost 2 years ago and in this program we have got 12 month visa for Poland 6 months you can travel and 6 months you can work without any work permit our yield limit is 200 persons we have still lots of places so we will definitely get a place if you would like to who can apply? so you need to be between 18 and 30 years old you need to remember that one person can apply for one visa so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pply for one visa or having two persons anyone can participate in the scheme only once there are certain required documents that are listed here so you need to have your passport about at least 15 months you need to have a return ticket so actually when you are applying for our visa for our holiday visa you don't need to have this return ticket bought but you need to have a reservation and also we need you to provide us with financial statements so we will see that you have enough money to live there and you will need to buy Schengel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and we would like to also write a plan in English what you would like to do in Poland so of course we know that plans are changing so it's not necessary you will do probably something also different that you will write in your plan but you would like to have your plan to see what are you planning to do and how to apply to apply you need to visit our internet website it's this programs.t.du then you will find the link to eConsulate application system then you will find the application print out it sign and bring it to our office and that's how many days will you wait for the visa it will be only two days so probably you wonder what actually you could do in Poland so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here we are providing you some answers so if you know some English you can work in youth hostels if you like to cook or would like to be a waitress you can work for a waiter or waitress you can work in oriental restaurants there are lots of them especially in Rostov Krakow and all those big cities I mentioned before you can teach Chinese so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learn Chinese I'm one of them actually so in Poland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that would like to learn and I'm sure that it's possible to find a word as a Chinese teacher and we have 24 Taiwanese companies in Poland mostly high-tech companies you can try to find a word for yes so this is about the program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come to Poland and that you will I would dream that you will like it as much as I like they want so come to Polan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接下來我們還邀請到的是 澳洲辦事經濟激政策處的 王兆倫副處長 Dinarre掌聲歡迎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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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好 外面下大雨 我臨吃了我 覺得下次應該穿破鞋 各位朋友你好 謝謝你們都來這邊參加 青年海外導工獨家宣導會 我是澳洲主臺辦事處的副處長 我的中文名字是王兆倫 不好意思 我的中文不太好 但是我會盡最大的努力給你們報告 首先 雖然有關簽證的部分是由澳洲移民部所辦理 我不是簽證人員 但是我今天將盡力代表他們給大家解說 那澳洲打工獨家目的 澳洲對於打工獨家有很長的歷史 澳洲的年輕人常常給自己一段時間在澳洲或出國打工 做一些和平常完全不同的事 去年有超過兩萬個台灣年輕人獲得打工獨家簽證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吧 澳洲是唯一一個國家沒有限制台灣打工獨家的人數 我也覺得台灣的澳洲人有非常類似的價值觀 那台灣將澳洲打工獨家簽證數字的第二名 很多打工獨家的台灣人辦理眼鏡 我覺得這代表許多的台灣人非常享受他們在澳洲的時光 澳洲導工獨家簽證相關規定 那導工獨家簽證可以讓你在澳洲停留十二個月 如果你在澳洲偏遠地區花了四個月 以上的時間 你可以申請第二年的簽證 你可以为每一个雇主工作最多六个月 老公独家签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去旅游 我知道我有点偏颇 但是我认为澳洲是在全球上一个很美的国家 如果你决定去澳洲 我真的推荐你去澳洲 如果你决定去澳洲 我会鼓励你去探索城市外的自然景观 比方说去登山在沙漠中露营 在大宝礁浮潜 参观原住民的石洞壁画等等 或在美丽的海滩游泳 很小 差不多吧 你在澳洲会遇到什么呢 澳洲和台湾有许多类似的方面 同样是岛国 人口数差不多 具有原住民的历史 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 比方说澳洲人口分散 我们没有台湾那么方便的公共交通 当然城市也很棒 不论是摩尔本的美术馆 跟流行服饰 水里的咖啡店和海滩 卡培勒拉的博物馆 在柏里斯本 阿多莱德跟波斯的美丽风景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澳洲获得不同的经验 可是因为我是水里人 当然我比较喜欢住在水里 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我们有很多移民 中国目前是澳洲第一大移民的来源 英国其次 超过43%的澳洲人 他们的父母或自己是在海外出生 再说我们对原住民文化非常不好 在澳洲保持安全 我了解各位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报道 关于台湾人在澳洲遇到一些困难 我要告诉各位 澳洲和台湾政府共同努力 减少这些事件的发生 但是别忘记 别忘记 离开台湾之前 你要安排良好的旅游保险 碰到我们的当地的动物朋友们 也要小心 那导演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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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待遇,那我要提醒大家,在澳洲打工獨家的人享受跟澳洲人一樣的保障,如果在澳洲打工環境有問題或是沒有拿到合法的薪資, 你可以練習公平工作申訴專員公署,請上網站Failwork.com 那在澳洲流水,澳洲是以英文為主,如果你的英文不夠好沒關係, 你可以在抵達澳洲後馬上登記參加短期課程,你的英文能力對於你在澳洲經驗評則很重要。 好,我們的俗語。說到英文能力,現在來聊聊,輕鬆的。 很多人覺得澳洲人講的英文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我真的同意。 哪裡不一樣呢?口音,口音,智慧,特別是我們的俗語。 如果聽不懂沒關係,不要害羞,問當地人。 那,申請資格。 申請打工獨家簽證的年齡為18歲到30歲。申請人要具備有效台灣護照並符合健康和相關的規定。 我們希望每一個來澳洲打工獨家的年輕人都有個安全、美好、難忘的經驗。 快要結束。 最後,澳洲年輕人也可以來台灣打工獨家,所以你要推薦給澳洲朋友來台灣打工獨家。 那,我們網站有相關資訊,你也可以到我們的臉書按讚,得到有關澳台關係的資訊。 謝謝各位的耐心和時間,祝福各位一切順利。 謝謝各位,謝謝。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進行我們的是我們今天一個QA交流的時間。 那,待會親眼朋友們如果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就把手舉高,然後利用你桌上的麥克風做發言。 那,後面藍色區域的親眼朋友們,我們會有工作人聽麥克風給你。 那我們現在請大家先稍後一下。 各位各位先進,現場的親眼朋友以及關心獨家打工資訊的各位大家好。 接下來是綜合作談時段。 那,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們等一下的進行,我們原則上就是受理的三個問題。 那就請大家有疑問的就舉手,讓我們可以找得到您。 那,統一受理完三個問題之後,我們再一次做回應。 謝謝。 朋友就麻煩幫我們舉手,謝謝。 好,那趁大家在思考問題的這段期間喔,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大家進來會場的時候,應該都有拿到這一本手冊。 那這一本手冊就是我們海外度假打工宣討會的一個手冊。 那其實裡面我們都有把常見問答喔,有位整在這一本手冊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手冊的第99頁,裡面就有常見的QA。 那前面在相關部會的業務介紹這邊,我們其實也有針對大家在申請度假打工會需要的各項資訊,做一個整理喔。 那裡面也有各個部會的聯絡的方式,還有組織的業務。 可以方便今年朋友們,在今天的度假打工宣討會議之後,如果要做後續的規劃的話,可以參考我們這本手冊裡面做一個QA以及相關資訊的搜集。 那其實另外外交部也有建置一個網站,專責的網站。 那大家也可以到網站上面去查繳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網站其實,現在外交部它是建置的資訊也可以在我們的手冊可以看到。 在我們手冊裡面有一個檢核表,那檢核表是在我們的第141頁。 第141頁裡面就有各部會所建置的網站專區。 方便各位青年朋友們可以到網站專區裡面去查詢相關的資訊。 那裡面也有把常見QA放在我們的網站資訊裡面。 那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有相關的疑問可以舉手提問。謝謝。 那因為提問很重要,所以我會問三次。 現場有沒有朋友有問題可以幫我們舉手。 好,這邊一位。那還有第二位嗎? 好,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這位青年朋友。 好,這邊第二位。那如果第三位? 第三位,好,謝謝。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謝謝。 各位長官好,然後我是想要請問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住宿的話,就是各位前輩他們分享,就是說有一種是比較定點式的。 那另外一種是季節性的。 那我今天想要住宿的話,是要跟人家簽約的話,如果是比較長期的話,可能大家會比較,就是可能半年這樣簽。 假設我是隨著季節性的話,我可以住宿或是我簽約的部分,就是要怎麼去跟房東講。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信用卡金額的問題,就是我可能本身有帶一些現金,然後有包含台幣跟我當地的那些貨幣。 那我在信用卡的部分,有需要大概就是要做多少,會比較保險這樣。 好,謝謝。 第二位朋友,麻煩幫我們提問,謝謝。 我們再口一回答。 你好,你們好。 我是今天是來幫我女兒,來了解一些相關的問題。 因為我女兒今天才上大一嘛。 我想問一下,什麼年齡,就是她的年齡有沒有要求,就是什麼年齡去度假打工比較合適。 因為我們父母是挺擔心她的安全的問題。 好,謝謝你的提問。 那我們第三位朋友,謝謝。 大家好。 我想要詢問一下,就是有關保險的事。 像房間保險非常多樣。 但是畢竟業務撐遲不齊。 然後想說要怎樣找比較肯靠的保險。 像是說台灣國內保,或者是說直接比如說到澳洲或到德國的當地的網站去購買他們當地的保險。 怎樣的選擇會比較好。 以上,謝謝。 OK,謝謝三位現場朋友的提問。 那我們第一題的部分,針對在度假打工的住宿安排以及相關存款的問題。 我們稍後請我們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隨著分享一下他們相關的經驗。 那第二題,針對度假打工年齡安全性的問題。 那我們稍後請外交付這邊協助回應。 那第三個,在保險的部分。 保險的部分我們這邊可能請, 是不是請警官會這邊可以協助幫我們做一個緊要的說明。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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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來自我賣妳,我自己賺給妳們一萬年祖宿的好幾次。 然後她可以最低住的時間通常都是雙周或是一個月。 所以其實不會有擔心的這個問題。 那除非你是真的是跟房東牽訂到一整戶的, 否则一般的背包客 其实都是以双周 或一个月案单位在住 那像你如果做到 季节性的工作的话 其实因为他的地区都会比较偏远 或是说不在市中心 所以其实通常工作本身是 外含住宿的 所以也不会有你来点这个问题 或是雇主也会不协助 你去找到适合你工作期间的住宿 这样子 你好 就是过以这样的道理来说的话 他也是大概是双周心 但是如果是房租的话 他是以就是算周来计算 有一些是会以月来计算 不一定 你可能要跟房东询问清楚 他的关于那个季节性问题 我在饭店的话 他是饭店也提供宿舍 所以等于工作一开始跟结束的话 宿舍的话你就不用开心 那如果是那种很零散的那种 工作你自己找个住宿的话 通常我们会找那种 比较像清廉旅馆 Hasco那种backpacker 所以那种 就是以日计算 所以你也不太需要关心 然后信用卡额度的问题的话 我会建议你到当地开个户 然后他们会有所谓的那种 效能算是流动人口 不算固定制 你可以放他们当地的信用卡 然后离开之前再把它 就是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至于那个额度的话 我记得不会太高 但是已经很足够你可以刷机票 还有出广的费用 谢谢 那这个第二题就是有关于 到底是几岁才适合去参加 那各位看到 大部分人家打工的年龄 大概就是 就是从20岁左右到30 35岁 每个国家的规定不同 那至于你问说哪一个 哪一个年龄最适合 其实如果说要安全 这是因人而异的 那也因性别 因他的智慧而异 那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他如果说他自己独立的能力很强的话 那当然 其实你也找不到他 而如果说他没有办法独立的话 连家庭都没办法离开 那可能就是要让他 离开家庭的生活 就是像 刚才 就是 有提到 你当过病 你现在 你有离开过抽离一段的环境 你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样才有 如果说他的个性里面 就像我的个性 比如说 我从小爸妈一回 那我一个人在自己外一生活 对我跟咱们一回 所以我进到伊拉克 去他一起 对我 对我 那 那 你就 这个是失去的 也是得到的 那 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一个很敬虑的 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成长 那可能他选择的国家 就要更安全 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这个国家 这个是 其实是 他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乱数 就是你可以 就是说 如果说 那最重要 最最重要是 那一个 要申请陆家老婆 他是有意愿 而不是被强迫 他想挪出去 他 他 他知道他 准备要挪出去 要长大 以上 请参考 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第三个问题 有关保险的问题 哇 金管会保险局在那边说明 还是请大家要 忽略一下自己预算跟需求 那如果说 都没有一般的商业保险 那如果要准备 要到海外度假打工 还是建议大家要先 就是 投保伤害保险 伤害医疗保险 或医疗险 那如果已经有的话 你也要看一下 原来的保够够不够 那刚刚朋友提到说 到底是国内买 还国外买 因为 买保险 保险公司有他 他商品的一套 合保的标准 那未来的理赔 有一些理赔的文件 申请的便利性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考量 那至于在国内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上 金管会保险局的网站 有一个青年度假打工专区 那里面会提供 科尔利安的保险公司 他们提供的保险商品 那未来 11月底可能 也会提供 大概保险 保险四算的功能 那以上 请大家 都可以多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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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希望我们还可以 再受你三个问题 那不知道还有没有 其他青的朋友们 有相关的问题 要请问的 再麻烦帮我们举手 这边有一位 有第二位吗 好 这边第二位有第三位 OK好 那就从今天开始 谢谢 长大好 我的问题是 请问如果我的 学生签证六个月 那它有包含在 好像说我要去英国的话 两年 有包含在这两年的 健身的那个 时间里面吗 你好 那如果 不好意思 第二位是我吧 不好意思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们要去 欧洲国家的话 但是我们的目标 可能是 非语气的国家 那虽然英文是 共同语言 那本身如果 也有一样好的英文能力 但是如果我们是到 非语气国家的话 我们具备 通文能力 是OK的吗 还是我们 有必要 再出发前 去 学习一下 当地的 语言 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 波兰 或是奥地利 等等 非语气的国家 谢谢 各位长官好 就是我想要问 刚刚有 有人非常说 就是像是 澳洲的塔斯玛尼亚 在梦记的时候 可能就是 工作会比较多 那我想问一下 可能是在学期间 所以要去 打工度假的话 可能只会 就是两到三个月 就第五个暑假的期间 那这样 适合在 那两三个月的时候 去打工度假吗 谢谢 那我们第一题的部分 先请我们度假打工跟清田协助做一下经验的分享 谢谢 那个 刚刚 那个同学问到的是 英国的 你说你有学生签 请问是哪个同学 你说 你说你有学生签 对不对 然后你 你说 那个 你在申请党工度假签 他是不是跟 会不会还改代理的 通常是不会 因为 通常他不会让你 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的签证 那 你可能 我会遇到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先申请了学生签 那是你学生签去那边点书 那无论你是DM短期课程 或者是DM研究所之类的 你在毕业之后 他就回到台湾来 再来申请那个 打工签 那去那边 比如说他找到一份工作 可以用这个打工签去做证职 这是到底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 我有遇到一种是 他是先申请 打工股票签 到了英国那边去打工 然后对环境熟悉了 然后他也觉得他存了一些钱 他想要申请研究所 他还是就另外再去申请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 连在一起的 对 大概是这样 那第二题 针对在欧洲境内 语言 流动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请 之前在奥地利度假打工的青年家 去一起租回一下 谢谢 你好 那像我刚刚有讲到 在奥地利基本上 他们的英文全部都非常好 那我个人的话 是就是 去之前就像我刚刚讲 我只会干杯跟脏话 那这个基本上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前提是 就真的要看你自己的工作性质 如果你要去一些 比较乡下的地方做一些农场之类的东西 当然他们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先生 可能就不会讲英文 那如果你是要待在市区 基本上就跟你待在台北或高雄一样 基本上大家都会讲英文 那其实我是觉得旅行 这种旅行 无论是旅行还是打工间 这种东西 都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我遇到一个 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遇到什么 你遇到什么事情 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所以我遇到的状况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 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当然有啦 只是我没有讲出来 那这个基本上就只是自己内容要过得去啦 语言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要有语言能力的话 我是觉得语言那种东西 也不是几个月就能批养起来的 对 这样的回答有问题吗 好谢谢 谢谢 那第三个问题的部分 我们就请澳洲驻航使节 这边来协助回应 谢谢 你好 感谢你的提问 如果你要住在巴斯兰州的话 比较晚期的工作 没关系 如果你要留在那边 比较长的时间 也没关系 我觉得澳洲的冬天真的不太严重 所以 如果 当然 巴斯兰州是我们最冷的地方 但是 冬天的时候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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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业的工作 旅游业的工作 所以 如果你要住在 巴斯兰州 在夏天做 比方说 比方说 壮多 好 等等 因为巴斯兰州 大部分的巴斯兰州 大部分的巴斯兰州 都算是比较偏偏偏 所以 如果您在那边工作 四个月的话 可以延长的签票 好 谢谢 谢谢 然后 就这样出去 然后英文就把半个字 可是 他们却可以赚回来 几千万 比较是 安逸一点 你们就会怕 可是 占领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 爷爷 他们没有办法怕 所以他们 只给一个提箱 做不去 可是 就是 最重要的是 你要对自己的信心 要去学 那个语言 其实 也不是那么难 我遇到台商 像我在菲律宾 或是在东南亚 去过十五国 没有去过去 那边的台商 其实刚去的时候 一去当一王 可是后来 就取了当地的阿婆 就是有许四个阿婆 就是 管理四个公司 就是 所以说 这个是 就是 不用去太甘心 语言物理 最重要是你的决心 你如果说去到那边 你可以 可以跟他听 就是你自己 很努力的去学 真的 不用甘心 因为你的 父子辈 你的祖父 他那一辈 已经证明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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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也祝福大家 可以快乐度假 安心打工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也请建议 我们在离开之前 帮我们铁血茶活动 分卷 交给外面工作的人员 那也请记得自己也 学生物品自打席 带走 那再次前夜 吃血茶的谈语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你好